欢迎收听Steve说 我们本期的嘉宾是杜素娟老师 他是华东政法大学文博书院的教授 之前212期Steve说也来过我们的节目 欢迎杜老师再次回到Steve说来 非常高兴 谢谢大家 也谢谢我们秀熊老师 哈喽 欢迎回来 我们本期节目也有视频版 欢迎大家在B站和YouTube上观看 然后我非常开心杜老师能回来 因为我们之前录那一期节目 大家的反馈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收听评论 各方面都是我们Steve说 现在建台以来 就是最好的几期节目之一 有一个很有趣的评论是说 因为那期节目 我当时的标题是文学是人生的后悔药 对吧 就是我们当时聊的一个观点 然后有一个朋友说 我倒是觉得 他说热爱文学的我 反倒觉得文学是人生的疫苗 所以我觉得很棒 这个说法也很棒 结合到当下的这个大环境 大家都在打疫苗的时候 来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再打一期疫苗 第二针疫苗打起来 所以这个最近因为也是 现在是六月末左右 也是高考天志愿的时候了 现在你们学校的迎接新生 包括招生这些方面 是否有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 有 是吧 我们有拍视频 有各种文案 然后老师们都在积极的转发 其实就是吸引新的力量 注意我们 关注我们 现在都开始拉声源了 对拉声源 对对对 希望更多的孩子 能够来到华东政法大学 是 你们 那像你 我好奇就是你的生活中 你会有比如说 朋友啊 亲戚啊 或者什么 他们会来问吗 就是说 我家小孩 想读文学 你会怎么回应 如果他们是想读文学的 当然我说 你们最好是去读 复旦大学 华东政法大学 我们华东政法大学 因为是一个政法大学 学法学的 学政治的 商科的 这些都是比较适合的 我们的传播学 社会学都还不错 外学也很好 都很好 对 包括也去了华正 也能听到杜老师上的课 所以非常有吸引力 对对对 那是一定可以见面的 对上 上次节目 好多听众也说 说希望你能开课 开个公开课 或者是什么的 能把你讲的东西都放网上 不过就说到这个田志愿 就是我会好奇 你怎么看这一点 因为像我最近也有一些家里亲戚 包括朋友也会在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我感觉好像大家都会有一种 就是特别担心的样子 就好像是这个田志愿必须得填对 你要是填错了专业 好像以后就会 就像是就像这个像是一个决定性的一个选择 不能犯错 从你的角度 因为你应该是有很多的学生到你这里来 包括有毕业 包括我估计你也能看到很多年轻人 就是他们毕业之后的一些方向什么的 所以如果后知后觉的来看 你觉得田志愿这件事情 对于一个年轻人的成长发展 它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我觉得影响肯定是有的 如果是选对了专业 那么就让他的人生的路 会走得比较顺畅 那么他后面不要走完路 也不要修改 但是如果选错了 我觉得后果也不是很严重 我自己就是曾经选错过 然后后来自己又改了专业 这样的例子也非常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家长在 跟孩子一起商量专业的时候 特别是这个高中毕业的孩子 在选专业的时候 也没必要特别紧张 因为你像我们现在 很多大学 特别国外的大学 他有的头两年都不设专业 就是进行一个文理的 文理学院的一个培养 就是他其实是接受一个现实 就是孩子们高中 刚毕业的时候 可能不太知道 自己适合做什么 喜欢什么 还有一些 比如说我觉得我喜欢什么 但他一接触以后 发现又不喜欢了 这些可能性都有 所以呢 修改的可能性 是非常普遍的 所以我觉得也不要特别紧张 万一报错了 后面你像我们 华同政法 他就有个制度 你在后面 你可以改专业的 他可以换专业 你达到一定基点以后 你可以进另外一个专业 他这个就是给大家提供一种 这个专业选择的一个自由度 因为我想象可能很多 比如说高中生 他可能之前都是闷头在学习 他其实并没有太想过 以后要干嘛 然后这个时候突然 面临一个选择 你未来四年 你的实验经历 都要投在这个上面 我觉得这是压力好大的 一个选择 对 我个人觉得 大部分的情况下 大家选专业 在高中毕业的时候 应该讲 比例比较大的 都是盲目的 都是盲目的 都是比较感性的 觉得我似乎喜欢什么 另外盲目占一个比例 另外父母的意见 在中国 它的比重也很大 就是孩子的意愿 可能还要过父母那一关 父母那一关代表什么呢 一般都是代表社会的一个检测标准 一个价值标准 认为哪些专业将来可能比较好找工作 没错 哪些不容易找工作 而且很多家长都是好就业 对 就是这么一个 家长代表 代表的是一种很务实的标准 所以孩子的意愿往往会在这儿 先碰到第一关 就通不过 父母那通不过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 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一个专业 是 这也是一个问题 而且父母好像还有 我感觉又大概可能分成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小孩自己也没什么概念 这个时候父母提一个 那你就去了 还有一种可能是 其实小孩子自己有一些他的想法 但是跟父母会形成冲突 因为我其实有不少听众 他们写信或者什么都会讲到这个问题 那你觉得怎么去判断 就是你到底喜不喜欢 或者你专业到底有没有选对呢 从学生的角度 我不知道比如说你们的学生当中 他们是否讨论过这个问题 就是他们后来接触了这个专业 学了之后 然后他是怎么去判定说 我觉得这个专业我选对 或者不行我得换一个 这个最终的判断是怎么产生的呢 我觉得有两点 这个挺普遍的 在大学里面一般大一大二 最多 很多孩子他进了大学以后 他发现这个专业 自己是不喜欢的 那么他的两点两个障碍 所谓不适合 他其实是两个障碍 第一个就是无论如何都不喜欢 就是是很感性的不喜欢 对不喜欢 就是对所学的这个专业的一个内容 非常的反感 很厌恶 这个是没办法克服的 那么这个跟专业本身 我们所谓的热门不热门没有关系 他知道这个专业很热门 但他就是不喜欢 那这个就会直接影响到他在学的时候 一个人的天性就是这样 你怎么样去学一个你不喜欢的专业呢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很多家长犯的一个基本的错误 就是我们在考虑一个孩子在选什么专业的时候 我到现在我也是说 应该第一尊重孩子他的喜好 他喜欢什么样的专业 你在他喜欢的范围 能接受的范围以内 你再给他建议 再给他建议 对你不能说跟他的喜好完全不搭边 我认为你应该去学什么 那我们还是看到很多惨痛的一个教训 什么概念呢 就是有的专业他的确很好 但是如果这个孩子他不喜欢 那么他在学习这么专业的时候 他的灵性就根本没有门可以打开 另外他也没有个持续性的一个努力 他做不到 这个违背一个人的基本天性 那么所以呢 他进了这个很好的专业 我经常对孩子们就讲 我说这个再好的专业里面 都有很平庸的人 没错 也有一无所成的人 或者说是半途而废的人 半途而废的人 你不喜欢 你很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 这个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 你看这个语言上来说 其实喜欢这个词也挺模糊的 就是怎么样算 因为尤其我觉得对于 可能比如对一个学生来说 他也没有很明确的喜欢 或者不喜欢的选择 就这个本来是人发展的一个自然规律 我们在这个阶段 就是不可能 或者很难很难有 非常明确的喜好 这个审美的这种标准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好像是一方面 你确实需要时间去探索 去尝试 但另一方面 你确实又需要逐渐的 去明确你的方向 像是一个很微妙的 一个平衡 那在这个层面来说 如果要去试着去细化 或者去定义 这个喜欢二字的话 你觉得是什么呢 是就很感性的直观的感受吗 或者有没有一些 就是可以参考的一些标准之类的呢 我觉得一个有直观的标准 直观的标准就是一个孩子的兴趣 就这门专业课 这门这个专业 它里面的课程 他在学的时候 他会很有兴趣 愿意去对里面的很多问题 进行深入的思考 或者愿意不断的去学习 他不会觉得很枯燥 其实每一个学科都是枯燥的 就算文学也是非常枯燥的 你真正去学它的时候 它是相当枯燥的 但是如果你对它有兴趣 那些枯燥对你来说 它就是可以接受的 实际上就是不会障碍到你的 就是说不介意那个枯燥 不介意那个枯燥 这就是希望 对对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么当然它里面 所以很多 所以说秀雄老师提的这个问题 非常有针对性 因为很多孩子就这个困惑 他说我喜欢什么 我怎么能来判断 我是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 那这里边的原因 其实挺复杂的 有的时候一个孩子 喜欢不喜欢一个专业 他跟他的老师也有关系 就是比如说 他去学一门专业课的时候 他遇到一个老师 其实是一门很枯燥的课 他遇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老师 可能这个老师 能把他的兴趣给他激发出来 他就会觉得他很喜欢 那也有另外一种可能 其实他挺适合这个专业的 但他遇到了一个老师 在讲解的时候 可能不是特别善于 激发孩子的兴趣的话 他带着兴趣而来 然后所有的兴趣就被杀掉了 这种可能性也有 这个会不会是 这个老师本身也许 他也没有那么的喜欢这专 我不知道我瞎猜 因为我想如果一个老师 就是很喜欢这专业的 他的那种热情 他的那种喜好 应该是能洋溢出来的 对吧 是能够被学生 就是能感召到学生 会不会有这种 也不一定 因为这个老师的技能 是很复杂的 也是会不会讲课什么的 对有些老师 他非常热爱自己的专业 但他会不会讲课是个问题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一般会对他们讲 就是你有两个标准 在判断自己喜欢不喜欢 一个专业的时候 第一个 一个是你要判断 你是因为喜欢某个老师 而喜欢一个专业的吗 如果你是因为这个 这个是不靠谱的 比如说有很多学生 他可能听了杜老师的课 说我要去中文系 我都对他们进行了阻拦 对 我说不可以 我说你不能因为喜欢一个老师 而喜欢一门课 而应该什么呢 去了解这门课程 所以像有些孩子 他说我要转到中文系去 我说可以 你先到中文系旁听几节课 把他所有的课 先旁听几次 你看你是不是接受这些内容 你不要光听了我讲的一门课 你说我很感兴趣 我说不对 我这个可能你喜欢的是杜老师 不是这门课 对 这个是很盲目的 所以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还有一个就是 判断自己适合不适合 一个专业 还有一点就是 你在充分了解了他以后 你觉得他那个枯燥 我都是能接受的 这个是喜欢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在学一个专业的课程的时候 你觉得你不太累 而且你会学的比较容易 然后触类旁通 一般这个就是你的天赋的点 触类旁通 就好像是这个学科的知识 你很容易接受 而且很能发散性的思维 很能够接受到 老师没有讲的一些内容 你都能够被激发出来 其实就是他擦到了你的那个天赋 或者说才华的那个地带 这个很有意思 对 这个让我想到 我前阵子读过一本书 叫成长的边界 它里面讲到一个类似的观点 他就说 因为他是以这个数学的教学为例 他说很多 全世界各地的一个事业性的问题 就是比如说许多数学老师在教 比如说小朋友数学的时候 他教的其实是一套解题的流程 他其实没有帮助孩子建立起一个系统的理解 就是数学其实是一个体系 它是一门语言 它是用来描绘这个世界的 但是如果你一上来就讲 这么复杂 这么宏观一个东西的话 他解题就解不了 所以很多老师他的教法 就是他为了能让学生学得轻松一点 能很快地把题做出来 他就会把它变成一个非常工具性 操作性流程性的一个东西 但是这样子牺牲的 其实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触类旁通的能力 就是你从这儿学到的东西 你其实可以把这个类似的思维应用到其他的问题上 而他的这种联想性 这种发散其实是很强的 对 而对于你来说 你觉得是天赋 其实就是在于 就好像是你自然而然就能把这个东西给应用到其他 就发散到其他的问题或者其他领域上 这是你认为的天赋 对 天赋的话 如果你对某一个专业方面是有天赋的 它的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表现 就是学的容易 我们通俗来讲就是学的很容易 另外学的时候就是那个兴趣会一直很旺盛 然后就是说你不需要费太大的功夫 就能够把这门专业学的很好 一般这是表现出你在这方面有才能的一个特点 这个我在想是不是比如说不光选专业 比如说以后你选工作 选事业方向什么的 其实也是类似 应该是类似的 对 如果一个人他很幸运的他进入到一个专业里面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他没有太特别可学死学 但是他学的很灵活 而且他还能够出类旁通 很轻松 一般这个就是他所擅长的一个领域 那他就很幸运了 你觉得这种感觉会不会比就是主观上的喜欢 也许是一个更稳定的一个参照标准 因为我想就是喜欢的话 有的时候你累了 你倦了 或者是你今天被领导骂了 被老师骂 你一下就啊 我就不喜欢了 我就不想学了 但是你出类旁通的这个能力 是无论如何他都会存在的 对 所以要判断自己对一个专业的喜欢 他其实是有很多层次的 没错 第一个就是我们是不是喜欢 我觉得这是个重要的起点 那你没有这个起点 我觉得其他都不要谈 那么就是你要喜欢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学自己身无痛绝的东西 然后就是这是 我学的时候会很痛苦 而且也学不好 如果我不喜欢的话 没兴趣的话 然后你喜欢并不意味着你真的擅长 就你还需要说我在这个专业里面 是不是真的擅长 那我还需要再往前走一步 我深入一下 我深入了解 全面了解了这个学科 然后我发现 我还是对他的东西依然很喜欢 甚至我很有兴趣去做更深入的了解 而且我在攻克他的很多的比较困难的地方的时候 我还是相对有把握 很轻松能够过关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能够第二步更确定 你跟这个专业是有缘分的 所以他是需要很多层次的 没错 就他还真不是一个说填志愿的时候 对 按照那个按照专业列表上 一看这几个字的很抽象的一个名词 然后就能选出来 是一个过程 对对对 这个就是我理解的 为什么西方有些国家 他会大学四年前两年 他没有设专业 没错 就这个原因 我好奇从老师的角度 你看着不同的学生 然后比如说当你看到有些学生 他选了他喜欢的也擅长的专业 有些学生选了可能不喜欢不擅长的专业 就从旁人角度 你觉得这样的两种学生 他们会有什么外人看来的区别 或者是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吗 这是一个能区分出来 能肉眼可见的一种区别吗 如果一个孩子 他学了他自己喜欢的专业 他会表现出来很积极 很主动的一个学习态度 另外相对而言 因为他是在他擅长的一个领域里面 他相对他的自信 更容易被激发出来 反过来说一个孩子 他在一个自己不擅长的领域里面 虽然他的主观的理性告诉他说 我要把这个学好 但他学的很艰难 而且这个艰难会反馈给他 就是他的自信不太容易建立 他会不停地进行自我的疑问 我受识不行 他虽然有个主观的愿望想学好 所以对他们这帮孩子来说 不意味着这条路 他如果硬要往下走 不意味着他走下去 因为我们毕竟说 天赋是通向你这个目标的一个翅膀 但是努力也是另外一个翅膀 如果我够努力也是可以做到 但是他付出的肯定是要更多 会更累一些 他自己跟自己的内耗的部分 其实也是增加阻力的 对 因为他学起来会比较困难 这个我联系到最近 不是最近了 其实一直以来都挺火的一个词 就是躺平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首先像躺平这样的网络词语 它显然它是一个非常概括 非常抽象 而且它其实是 它并不能精确地描述人们到底在说什么 它的定义本身是很模糊 但是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一边来看 只是说躺平的话 你觉得会不会 也许某一些人的躺平 恰恰是在于此 就是他所选的专业 他所做的工作 包括他的整体的生活状态 那也许不是他想要的 所以他的躺平多少是一种内耗的结果 是他并不喜欢这一切 然后所以就会像你刚才讲的 就他的自信也好 他的这种动力也好 其实都会不足 这当中你觉得会有关系吗 我觉得有关系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 就中国的这个文化 我们这个文化性格 其实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性格 就中国的文化性格是非常要进取的 进取 进取对 他其实是很进取的 很好强 人基本上都是很好强的 然后你要让说 这个民族里面的青年 让他躺倒 我躺平了 其实我觉得躺平很大的程度上 都是一种被动的选择 有些躺平是主动选择 有些大部分说 当他说我躺平了 都是被动的 所以我最近在改卷子 有个孩子特别可爱 他还在那个卷子上 给我写了一段话 他说老师 我这道题不会 我放弃了 我决定 我躺平了 让他们去拿4.0 我要个凉就可以了 看了之后就笑了半天 其实这个躺平就是一个 我就说这是一个比较形象的 一个被动躺平 就因为这道题 其实我是不会做了 相当于是投降举白旗那样 我投降了 我不想难为自己了 就是我也不想让我自己太伤心 所以我就说 我愿意接受这个现实 这个意义上 我觉得躺平某种程度上 他带有疗愈的一个作用 其实是遇到一些 我不能克服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用躺平这个来进行一个自我安慰 我接受我这个现实了 我不想难为我自己了 这种语境下的一个躺平 不完全是坏事 对 不完全是坏事 我觉得你刚才讲一个很有意思 你说中国的文化总体而是比较进取的 所以是不是指 就比如我立马联想到 就是比如说我们很讲中国人民 勤劳勇敢智慧什么的 就好像是很讲那个很努力 很奋斗 很拼 就好像这是一个传统观念上 比较认可的一种 人生观 但如果你是太过松散 太过这个放松的话 这就是不OK的 对 这个是跟我们儒家文化有关系 儒家的一个文化 它的核心其实就是不断的进取 勤劳是吗 对 就是不断的进取 然后就是要不断的争取卓越 就是我们你看 我们用的词最多的 就是卓越班 卓越人才 就是这个卓越是什么概念 就是你要更好 所以精益求精 好了还要再好 那这个概念在儒家文化当中 它后来又进行了一个 世俗化的一个演变 在世俗当中又有了一些 不好的演变 比如说人上人 对 对 这个人上人出人头地 出人头地 对对对 这个都是我们以前 上次谈也谈到过 这个它就是扭曲了 就卓越的一个扭曲概念 那但是我们会看到 在世俗生活当中 我们执行的比较多的 恰好是世俗的那个 出人头地 而大部分人并不了解 卓越的真正的概念 卓越的概念 其实是说我不断的 就是让我自己不断完善 它是儒家的一个 最早的一个概念 就是它比较 纯粹的概念 它是让你不断的 就是君子的修行 自我修行 但是出人头地 它慢慢世俗化以后 我怎么样来 证明我更好了 它是跟别人比了 就它把这个评判标准 本来是你 自我完善是一个 跟自己比较的一个过程 但把它放到一个群体 放到一个机构当中了 你要跟别人去竞争 对 跟别人比 这个跟别人竞争 这个竞争的时候 它就是那个卷 那个卷其实就是指的 人与人之间的一个 恶性的竞争 才叫卷 竞争本身我觉得不能叫卷 为什么呢 因为竞争是件好事情 人都是在竞争当中 然后发现了自己的不足 然后我能够不断地改善我自己 完善我自己 这个也是儒家的君子人格 培养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理念 它的理念是说 我见贤四起 我看到比我好的人 然后我懂得 发现我的不足 然后我完善 但是我们世俗化以后 它不就变成了跟别人比了吗 没错 跟别人比 它就是很不健康的了 是 上次我们讲的 它就卷了 对对对 上次我们讲的见贤四起 也讲的就是关于尊卑的问题 对对对 就是说其实你看到 比你优秀的人 那本来应该是一个 激励你的一个时候 对 但是因为我们把这个 当我们讲尊卑了之后 就好像是比你强的人 他似乎在道德上 要比你高尚 你好像就是很 很糟糕的 以至于现在 我们说到躺平的时候 就好像是会有一点 带着那种贬义的感觉 就好像觉得选择躺平的人 就是选择堕落的 选择放弃自己的人 就是道德上就开始进行批判了 但是这个种批判一开始 恰恰就让我们远离了 那个追求卓越的 那个很纯粹的理念 对 躺平这个其实就像刚才 我们秀雄老师讲的 他躺平这个 大家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没错 他有些躺平是 我们说的确存在 有一些躺平 比如说我就啃老了 我就放弃我对我人生的营造 对我自我的建设 这些我都不做了 我就躺平每天 过最简单的生活 就吃喝完了就完了就完了 一天三顿饭 那这样的就是 我们说这是真正的躺平 那是非常可悲的 那我们说 这是我们坚决要批判的 因为你如果说 一个两个青年躺平了 问题不大 你要说一个民族 你不用多啊 你有这个一半的青年都躺平 其实这个民族既保就完了 你这个国家很快就完了 所以这个躺平我们是批判的 但是其实躺平这个语境 它大部分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个躺平 是人们的一种反制 它对哪个东西的反制 就对卷的反制 就这个卷太让人厌恶了 当你说因为你看卷躺平 其实都这些语言本身啊 那当你说比如说说卷的时候 你的定义或者你的 你对这个词的理解是什么呢 就我觉得我们可能要先澄清一下定义 这样子大家才知道我们具体在说些什么 卷我觉得非常清晰 它跟就是还是说我们要了解卷 我们就要了解真正的竞争是什么 真正的竞争像刚才我们讲的 就是说我通过跟别人比较以后 我是发现我自己的不足 然后明白我自己的方向 知道我下一步该怎么样建设自己 就像盖房子一样 我盖到一楼了 我跟别的那个建筑物比一下 那我二楼该怎么建 我就知道了 那我的落脚点是什么呢 落脚点是按照我自己的愿望 更好地建设我自己 但这个卷它不是这样的 卷是一个我们叫恶性竞争 或者说是个病态竞争 他其实他不知道自己要建什么 我只是觉得我应该比对方的 那个房子再高 那么所以他其实他这个就是叫什么 这才叫好人与人之间的内好 就好像说我并不知道 我应该追求什么 但是因为对方追求这个了 似乎我应该比他追求的更多 一个最典型的就是说 比如说我知道我最近要提高我的写作水平 所以我最近在不断的练习 我可能会熬夜熬到12点再练习我的写作 好的这个没问题 这个叫竞争对不对 我想写的更好一点 但是有的是说 我晚上我为什么要熬到12点 因为我的室友他熬到12点了 我要熬到11点半睡了 我好像输给他了 虽然我11点半 我就可以完成我的任务 但是因为他12点才睡 我11点半 我绝对不可以睡 我一定要搞到12点半再睡 好像这样的话 我才觉得安全了 这个做法其实就是在卷了 这就这张我想你比如说很多 这个企业很多互联网大厂 都是大家都比谁加班加的晚 感觉是一级通工之妙 对我们用通俗的那个话来讲 就好像说我在上海生活 我要具备怎样的物质生活水平才是好的 那如果我非常明确 我知道我在上海 比如说我的物质水平 我需要拥有怎样的房子 怎样的一个生活水平 拥有哪些东西很清晰 那我觉得你为了这个去奋斗 都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你说哎呀 我是因为我的同事 或者我的朋友 他有多少钱 有多少房子 有什么牌子的车 所以我也必须奋斗到那个程度 那你这个不是在营造你自己的人生 而是在模仿别人的人生 那这种就叫卷 这个你说的这个卷 我能不能这样来理解 就好像是说 当你去为了提升你自己的时候 你做所有的这些努力 实际上是秉持着一种 就是自我优化 追求卓越这样一种价值观 对 但是当你在比如说 通过跟别人比较来进行卷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价值观支撑的 你其实更像是 只是在追求一个很表面的一个目标 就是说要比别人更加更多的班 或者比别人挣更多钱 就你追求是一个很具上的目标 但是这个行为本身 就好像它背后是没有价值的驱动 它纯粹只是一个很机械的一个比较 这样的 当我们被卷进去的时候 恰好暴露了我们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并不知道 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也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样的目标 其实当一个人 他有很清晰的 我要过什么的日子 我这一辈子要做一个怎样的人 我的生活方式要保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他很清晰的时候 他是不会被卷的 他不会盲目的卷到别人 别人无论在某方面比他好多少 但是他会觉得 这个并不是我需要的 他会无动于衷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定力就出现了 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样的人 过什么样的日子 其实我就才能够拥有一样 生活的定力 那么别人怎样对我是 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的 是因为价值观本身也是 就是取舍嘛 你取什么舍什么 你什么对你重要 你就去追求它 然后其他的东西 你是愿意舍弃的 对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你追求东西 跟别人不一样的话 你看到其实你心里就很淡定 因为那本来就是你舍弃的东西 对 并不会很不开心 并不会介意 对 这个就是我在学校里面 有的时候我就给学生们说 我说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不要盲目看 我周围的人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在某个人 在哪一个著名的律所里面实习 我就觉得非常焦虑 哪个人他几点 考了几个4.0 我又很焦虑 其实这些东西 你在看别人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感到焦虑 你要知道这是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呢 因为你的人生目标 跟他未必是一样的 他奋斗 他要往前走 需要这些因素 但你未必需要 比如说我说 如果你是想出国留学 可能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就不重要 或者说你想考研 它也不重要 反过来也一样 如果一个要 4年以后要就业的人 那么一个 另外一个你的同学 他发了多少篇论文 对你来说也不重要 是 就这个概念 这个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我能否这么来解释 或者是就是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 这个会不会也是说 因为现在我们对于 未来要做什么 比如说当我们去告诉年轻人们 你们应该怎么去设定目标什么 好像大家是比较容易 去给一些很具体 很量化的一些指标的 要发多少论文 要读多少学位 要挣多少钱 就还是我们是给的一个 我觉得还是回到前面说的 就是目标和价值观的区别 我觉得现在我们更多聊的是目标 但是不是价值观 而当你有目标的时候 这个目标它的 就是目标你虽然去追求 但是目标它本身不具备价值的评判 这个目标看上去很重要 但是其他的目标也重要 这样的情况下 所有的目标都重要 那你其实是并不知道 你应该取舍哪些东西的 就好像是你发论文 还是挣很多钱 还是有很多的名气 有很多的流量 还是有幸福的家庭婚姻 就这些都是具体目标 但是问题就是 他们之间的孰亲孰众 这个判断好像是 是不太有的 甚至现在我会觉得 一种思维是说 人生赢家就全部都有 这才是最好的 如果你不到这一步的话 你只有其中一两项 就好像觉得 那有点失败的样子 所以我们真正的问题 其实是应该有一个科学的目标 而这个目标是跟你的价值观 是结合在一起的 对 这个目标按照健康的方式来说 应该是个性化的 每个人都不一样 就像你前面讲了 你适合的专业 每一个人 他那个很有感觉的 很有灵气能打开的 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看专业选择 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刚才我们讲了一半 在热门的专业里面 再好的专业里面都有庸才 再不好的专业里面 也有精英 你是愿意到一个 很热门 很受欢迎的专业里面 当一个庸才呢 还是在一个偏门 偏刻里面做一个精英呢 其实这又是一个 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就是这个目标 一个人的目标 大家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最大的问题是 我不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这个是很要命的 那么我会盲目的追求 别人的目标 我觉得也许那是我的目标 这个时候其实你就被卷进去了 这就叫被卷了 如果你有自己的目标的话 有自己的个性化的目标的话 其实你不会被别人的目标卷进去 因为目标不一样 大家奋斗的方式应该是不一样的 应该是一个私人定制的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私人定制 怎么能够变成一个模式化的东西呢 你看现在我们最大的苦恼 什么躺平啊 卷啊 它背后最大的原因就是 我们目前的这个社会的当中的 一个不好的倾向就是 太模式化了 对 大家都整齐划一的 整齐划一的追求 一些共同的价 就是共同的一些价值观点很粗暴 就好像说 必须怎样人生才是成功的 必须怎么样人生才是活得好的 就像成人世界里面 你必须有两套房子 三套房子才叫成功 然后你每个月得挣多少钱的工资 才叫成功 女人 你得嫁一个什么的老公才叫成功 好像他这个都是模式化的 对 而且关键 这些数字是在不断上涨的 你有了两套房子 你发现不够 还有好像应该更多 你年薪一百万 你发现还不够 还得两百万 还得三百万 就是这个数字 是永远可以随意的往上调的 它其实很武断 很人为界定的一个数字 它其实并没有一个 真正客观意义上的 就是一个满 一个真的是达到一个满足 真正足够多 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 就是这个模式化的东西 模式化的东西 就是被卷的痛苦 你就感受到被卷的痛苦了 所以我们正好这个学期 快结束的时候 在讲存在主义嘛 在讲存在主义的时候 我们讲那个局外人 你看那个局外人里面 我们就讲那个概念 局外人 它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他说我们人生很荒诞 为什么荒诞啊 我们以为我们活着 存在着 但其实你真的存在嘛 你看你活的 只不过是一个一个定义 你像里面那个年轻人说 那个定义 从日常的生活方式上来说 如果我爱一个姑娘 我就必须每天对她说上几遍 我爱你 如果不说 这就不对 如果你说你很成功 另外你的上司给你提供了一个 更高薪水的工作 你就应该去找那份工作 那么因为薪水更高 意味着你更成功 那她就看到了很多很多 她包括妈妈去世了 你就应该嚎啕大哭 你不哭就是不笑 你看这全是定义 所以这个局外人里面的主人公 他就发现这个荒诞的地方 我们是在过我们自己的生活吗 不是 你以为你活着 其实你活的只不过是 早就定好的那些定义和规范 没错 还有别人已经给你制定好的很多价值标准 你还很积极的投入进去 你以为你存在 但其实你只是过着别人的生活 没错 这是很悲哀的 这个是个非常好的 我觉得这非常能反映当下的一些现状 就当人们把成功模板化了之后 而像你刚才讲 就是你还非常热衷于去投身到那个当中 对 投身的真是很可悲的 对 其实这个某种程度 我觉得现在我们社会里面出现了卷这个词 那么是个好现象 就大概感觉到这种卷的痛苦了 什么概念呢 我觉得这也是跟这一代青年越来越有自我的一个概念 他们的自我意识要更强 他们感觉到这种模式化的东西 整齐华裔的价值标准 对自己的伤害 所以他才会有这种卷的这个概念 我对这个东西感到很厌恶了 对 那你其实像我们80年代成长的 我们也是那更加模式化 那我们还在里面卷的完全没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觉醒吧 我觉得一方面是这个年代的问题 另一方面可能也是现在的社会的竞争 确实是 也许是比那个时候还要更加的 更激烈了 至少你看房价什么 对 就是跟比如说年轻人的这个 越平均收入的这个比例 我觉得也是越来越夸张的 对的 所以自我意识其实就好像是 当你在跳进别人的定义的时候 如果你的自我意识更强 你其实会更多的感觉到 这个好像不是我的选择 对 他会觉得痛 对吧 这好像是一个 就是我的主观的意志 没有在这个当中体现出来 甚至说是被局限的 这样子其实心里面是会不舒服的 对 包括会痛 对有些人来说 对 所以我觉得你感觉到被卷的很痛的 我说其实你都是自我意识比较强的 所以这也许也是个好事 是个好事 所以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 有时候我们被卷了可能都麻木了 就是不但不觉得痛 而且很积极的去 就是用局外人的概念来说 你会积极的投入到那种 非常荒诞的那种生活当中去 去过那种你以为是很好的生活 但其实那根本就不是你的一个自我的一个呈现 对 这个我刚才在想 就是比如80后跟90后跟00后比较 我猜想也许比如说80后 它其实依然还会有 因为可能很多80后还是过过苦日子的 就是改革开放之前对吧 可能也许90年代初期中期的时候 就相对来说还是物质匮乏的 所以可能也许那一代人成长经历当中 还是有一些对于贫穷对于苦难的体验 所以他们还是会在价值观上 我觉得还是愿意一定程度上 牺牲自我的意志来去创造可能一个更相对更安全 更宜居的一个环境的 但是可能就是更年轻一代的话 他已经完全脱离了这种风险了 所以他更多强调是自我意识 一定是这样 因为生存压力很大的情况下 我们没办法只能遗忘一部分自我 对 你只能遗忘一部分自我 你才能够很好的生活下去 你才能够挣扎着活下去 这个点就是我也是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 是知乎上的一个大V 叫陈青还是陈青 我不知道它拼音的名字 它是个很出名的大V 然后它其实就是像数据地那样 它就会每一次写文章都会挪累各种数据 然后有一篇文章列了一个数据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它其实是做了 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的调研 叫做世界价值观研究 它大概意思就是说去调研 世界各地人的价值观取向 然后做横向的比较 然后其中有一个数据 就是自由和安全之间的哪一个更重要 然后它问每一个国家的人 然后大家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然后就看这个比例 然后中国就毫不意外地是偏向安全的 而且它的排名是可能大几十个国家里面 它几乎是前几名 就它对于安全的强调非常非常的高 然后当时这个博主他就说 你看然后美国就是排在自由非常重要 然后他当时就调侃 他说你看所以这次防疫的过程中 中国强调安全美国强调自由不戴口罩 结果是截然不同的 对那就是联系了刚才前面所讲 所以就好像是也许对于比较传统的中国价值观来说 就好像还是安全性还是生存很重要的 所以他自我那个部分相对会靠后一点 对没办法 所以对有些社会现象 我觉得有时候也要用一种悲悯的心去看 因为我们现在的确处在一个生存竞争 特别激烈的时候 然后就业的压力也很大 生存的压力也很大 在这种情况下 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没办法 只能部分的去遗忘自我 通过用遗忘一部分自我 或者牺牲一部分自我的方式 先谋求生存的安全 这个是人的天性 这个会不会是 也许在这个时代 可能很多年轻人都会有的一种 像是一种时代性的一种痛苦 就是当你的自我意识已经起来了 因为你没法再把它再摁回去 就你已经醒过来了 你不可能再睡回去的 但是同时又确实还是面临着竞争的问题 所以他的痛感会很强 痛感会非常强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醒过来的话 可能还好一点 对 你就扛过去了 但你醒过来 但是又很大压力的话 那这应该是相当难受的 对 所以才会出现当兵 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因为你看这一代孩子 他们自我意识是很强的 但是他的生存环境 为什么高房价是最恶的就在这 我觉得高房价毁灭了几代人 所以这个高房价又让他们 就是生存的这个威胁又很大 那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有很强的自我意识 你又面临着很大的一个生存压力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那个痛感是会非常非常强的 没错 非常厉害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目前出现的很多概念 卷 然后躺平这些概念 其实都是跟他们面临的这样一个生存环境 就好像是年轻人找不到语言去描述这种体验 所以就发明了 或者说就借鉴了这样一些语言 他其实是在描述一个 也许真的是前人还不太经历过的一些感受 对 你像60后70后 你要跟他说躺平什么 他可能就像比如说我们的父母那一半 可能他们都会很习惯 就是一辈子干一份工作 然后勤勤恳恳 勤勤业业业 然后他也不抱怨也什么的 因为他觉得这就是生活 就是这就是本来应该 生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 所以对现在的年轻人要有共情能力 就是年纪大的人要有共情能力 像我就看到过很多说法 就是说现在的孩子是沦落了 你看你们还有个词叫丧 你们不是丧 丧佛系 对佛系 你们就躺平多消极的 你看80年代 那是多么的黄金时代 人们充满了理想主义 充满了什么 所以也有学生问我 老师你怎么看来 你觉得从因为我就是这个80年代 是我的青春时期 你看80年代的那一批青年人 和现在的这批青年人比 是不是我们的民族走向堕落了 我说错了 不对的 其实因为你80年代的那个 的确很理想主义 那你要看它是什么的社会环境 我们那一代上大学是不交学费的 特别像我这个师范大学 我就说我这一路上吃饭大学 国家你只是给你发翻票的 而且你读书 后来读到硕士什么的 国家给你发津贴 所以你而且你在就业的时候 也不存在现在的就业压力 就国家分配那个概念 国家分配 那种情况下的大学校园里面 你没有就业压力 你也没有未来的一个焦虑 他可不是就是要朗诵诗歌吗 所以我们就每天朗诵诗歌 但你不能武断的说 所以你看你们现在这一代人多庸俗 你看你明天到晚在干什么 我们那一代都在读文学读诗歌 它是一种被保护起来的一种安全感 对还有一个我说那不对 我说而且那个年代之所以能够对读书的大学生 这些人能够保护的那么好 是因为他的数量极少 在人口当中的比例很少 我们现在是因为大学生他的数量非常的多 我们的高知识的人口的比例变大了 国家当然没有能力在保护这个群体 所以直接把他们推进了这个生存的一个竞技场 那这个问题就要两方面看 那一方面这是我们社会进步的表现 你的人口的知识化更多了 那么所以那反过来说 他一定会带来一些副作用 那就说他们没办法再过那种阳春白雪的生活了 对竞争也变大了 压力也变大了 对也变大了 所以他们过得会更不容易 是 那就还是还是一个很很实操性的问题 那怎么办呢 就我我我其实特别好奇的就是 你看再回到这个杜老师的本专义 就是在从文学的角度来说 我不知道在历史上有没有过 其他国家或者其他时代的年轻人 也许也经历过类似的一个过程 就是可能当上一辈人和这一辈人 所存所生活那种环境有巨变的时候 包括年轻一代他的觉醒 他的醒悟 但是就是一方面你觉醒过来 但另一方面你当时的环境 其实又并没有那么的适宜 甚至可能是说是跟你是有点像冲突的 那这种这种时代的痛苦也好 这种挣扎也好 我不知道吧 就是你你会怎么看 我觉得会过去的 我很有信心 他们有的时候学书说 你的盲目乐观 我说不是盲目乐观 我说这个是跟中国某种程度上 的的确确我们一定要看到一个事实 它其实还是跟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紧密相扣的 你类似于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这种 生存生存的一个状态 其实我们读文学的话会发现 比如说在美国文学当中 19世纪初 他的二三十年代 我们这学期学了一本书 叫了不起的盖茨比 那个也拍成电影 对你看那个盖茨比跟我们多像 非常像 他就是你看他 他有很强的一个进取心 但他不知道目标是什么 他就只能按别人的方式来定制自己的人生 我要发财 我要很有钱 那个叫成功的人生 所以他是把那个代息那些上流社会 那些人的生活方式 他们的一个价值观念当做自己的价值观念 他想跳到那个定义里去 跳到那个队定义里面去 他其实你看他 他身上我经常说你看盖茨比 他最可悲的地方是什么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 但他优秀在哪 他成功在哪 就是他非常自律 所以我讲这本书的时候 我的重点可能跟别人不一样 我就会把盖茨比的那一张作戏表给大家看 你看一个人他是怎么样来规划自己的 我要怎么样有健康的体魄 我还要有什么样的社交能力 我还要有广阔的一个视野 然后我既要能谋生 我还要能创新 他对自己的那一张作戏表 然后这个学习计划表 太感人了 这是个有 这叫真正的卓越 对这就是追求卓越的体现 真正的卓越 真正的卓越就是 对把自己建设成什么样的样子 心里很清楚 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很清楚 但是这么卓越的一个盖茨比 他进入社会以后 他就被卷了 他就不知道自己 我应该追求什么 那叫成功 他在这个概念上 他就迷惑了 所以他最后说 我要有很多钱 我要进入上流社会 那所以你看最后的时候 他里面有个人物叫尼克 尼克说了一句真理 他说盖茨比 这些人加起来都没有你一个人好 但是你却不知道 你以为你是很自卑 你不好 那些人是最好的 觉得他们更有钱 更高贵 他真正高贵的是你 但是你不知道 因为他被卷了 就这个概念 正好是他对他自己的 那个价值的认识 还是把他投射到外面去了 但其实他没有看到 他自己所做到的这种自律 跟追求卓越本身 就是最宝贵的东西 因为那就是正好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就是一个高度物化的 一个社会发展的状态 就是一切用物质来评价 那就是美国他经历的一个时代 我们把它叫爵士时代也好 就他一个狂热的追求物质享受 纸醉金迷的一种状态 他们也是经过这样一个原始积累期 然后这个时期的时候 人的精神的要求一定是被遗忘的 人的精神品质也是最不受重视的 人们要的都是一个金钱 可以衡量的一个标准 那所以你看像盖茨比这样的人 他就会很痛苦 会非常痛苦 那我们今天也会出现 类似的一个情况 也是出现了高度物化的一些标准 比较泛滥 在这种情况下 好像很多我们原来儒家追求的那种 君子品格一样的精神类的价值 都被遗忘了 一切都被拿来进行金钱的换算 然后金钱的数量多的 我们认为是那个什么呢 就比较成功的 那么一个人他高尚的品格 然后他的一些内在的一些品质 这些东西都被忽略了 对 就好像是整个社会都忙着赚钱的时候 人们跟你讨论任何问题 就都习惯了用钱 用数字去衡量 对对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阶段 但是不用灰心 因为这个我觉得只要 如果我们社会一直这样慢慢发展下去的话 一定会度过这个时期 度过这个时期 比如说我做一个 我不是经济学家 但是我就做一个天真的幻想 比如说有一天 我们有什么办法 能够让高房价降下来 年轻人不用再面临那么大的生存压力 然后他们的就业也能变得更轻松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社会就会走出这样一个困境 这种生存的精神的痛感 其实现在就是 人其实是没有办法摆脱灵魂而存在的 所以它即便高度物化 你看人们这种卷呀 躺平啊 其实都是在喊疼 对 都是在喊疼 我很疼 我过得不舒服 我过得很疼 什么概念 那什么地方喊疼啊 你每天不是 我说你看你也有奶茶喝 你也穿着名牌衣服 你不是物质上很满足了吗 但是其实人的精神 我们是没有办法真是完全遗忘的 我很喜欢你刚才说那话 就是人是没有办法摆脱自己灵魂去生活 摆脱不了 对 就是不管在世俗的意义上 你过得多开心 但是你自己的 没有找到你自己的价值 或者说你都不认可你自己的价值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心里面是会有感觉的 我是没有那么喜欢我自己 我是没有那么爱我自己的 我只是在我身上堆砌了很多 看上去应该是爱的东西 包括亲密关系 可能年轻人的恋爱关系也是这样 大家都是互相给了很多 典型意义上的 示爱的很多符号 很多标签 但是你心里面有没有真的感觉到 那种情感 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好像是你内心是饥渴的 是空洞的 然后你的灵魂自然就会喊疼 哪怕你再想方设法去安抚他 去说服他 但是他的那个痛感是很真实 你是完全没法 就是骗你自己的 所以我对学生说 你看恰好是在这个欧美社会 他们物质高度发展的时候 他的文学作品里面写的全是疼痛 就这两个字 什么的疼痛全是精神的疼痛 都是各种各样的空虚 各种各样的压抑 所以你看我们那个 在上课的时候讲到 有一句名言 那个同学们都特别喜欢 就是那种精神的痛感是什么 就是你每天似乎很忙碌 大家都在忙着挣钱 但这并不意味着你的精神 它真的可以不存在 所以他在那个尤利西斯 这一本意识流的小说里面 他说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呀 我们在没有生存安全感的时候 会觉得没有房子住 没有名牌衣服穿 或者没有好吃的东西吃 这是痛苦 其实当这些东西得到基本满足的时候 你会发现最痛苦的东西就是 他说每秒钟每秒钟 每秒钟的意思只是每一秒钟 就是你的生活里面没有内容的 没有精神内容 你没有精神内容 你的日子是什么 就是一分钟一秒钟过去了 一秒钟过去了 它只是个时间的流逝 只是你的肉体的行为在延续 但你精神上一片荒原 这个其实人是不能忍受的 这个痛苦其实是很大的 所以你看在他们物质 最繁华的时代里面 他的文学为什么 是最痛的 反而是在19世纪 他们经济没那么发达的时候 哇他们的文学里面 充满了各种灵魂的那种光彩 理想主义的高涨 那么多伟大的人格 那都是在19世纪文学当中出现的 20世纪以后出现的全是疼痛 从卡夫卡开始 各种各样的疼痛 各种各样的疼痛 为什么呀 人们没有办法遗忘自己的灵魂体验 你以为你可以 其实你不可以 所以就好像是这个卷 从这个层面来说 就像是你虽然每天很忙 但是你的忙都不是在为了你的灵魂而在忙 对 这个感觉你一定可以体验到 这是一个能够通过 比如说文学创作 写作 讲述 表达去 也许有所缓解的这样的一种体验吗 因为像你说 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 开始就有很多 今天是不是大家也应该 至少应该更多的去说一说这种感觉 因为你至少在说 你至少是在承认它的存在的 相比于你不说 那就是彻头彻尾的忽视 文学阅读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因为你读过那些以后 你就知道 我现在我的疼痛我可以解释 你能够用一种理性的态度来分析自己 然后我就经常讲 文学阅读 它的重要的意义在于什么 可能它并不能改变你的生活 它不能让你说 我的明天我就能够取得怎样 怎样辉煌的成果 这个是它起不到的作用 但是它会让你感到温暖 为什么呢 我就知道我的这个痛苦 其实我可以在文学当中得到解释 那我就能够很理性的看待我这个痛苦 我也能够分析自己 有能力分析自己 有能力反思自己 我觉得其实人活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是什么 就是我不是盲目活着的 我虽然和别人一样也会痛 也会难过 也会沮丧 但是所有的痛 难过 沮丧 我都有分析它 和反思它的能力 我就能够找到我的问题所在 那这个情况下 我们的情绪就不会是一个失控的一个野马 我可以痛 我经常说 你可以痛 痛一晚上就够了 但是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反观自己的能力 可能痛起来就是没完没了的 没错 就你有个选择 你有了意识之后 你就选择说 我知道我为什么而痛 这样子的话 这个痛就是可掌控的 可掌控的 这个就联系到前面那个听众的评论 他就说文学是人生的疫苗 然后就是你有病 你这个对吗 新冠你来就来吧 但是我疫苗已经有了 反正我能扛得住 就好像是有那样一个感觉 所以现在看来这个评论还是蛮精准的 你刚才讲到就是这种 你通过阅读去了解 去解释你的痛苦 你的精神之痛 你的时代之痛 这样子的 我不知道在现在你的学生当中的话 他们怎么说呢 就是他们会满足于这样的一个说法 或者说我不知道吧 我只是想象说会不会有一些人 他会想要做更多一些的事情 就是这是一个去做点什么的一个时代 这个问题是一个适合去行动的一个 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就说起来好像 你看就是这个时代你没法变化 然后你顶多是读一读别人写的东西 但是总体我觉得 我个人的感觉是就很被动 就是你还是只能 总体是一个比较扛 比较接受的 比较隐忍的像这样一个姿态 但是我不知道从你的角度 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学期 学存在主义的时候 其实我们讨论了好多 然后后来考试的时候 我们也考到这个题目 我就发现这个题目学生答的特别好 就是他其实很有体会 你的那个题目是什么 就是加谬的作品 我们在学习加谬的作品的时候 学生特别有感触 加谬的作品就是他有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那个局外人 局外人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你读了局外人 你就知道一个概念 你至少可以建立一个自觉 就是说我知道 这个生活当中有些东西 它其实是被定义的 那么我要有一个基本的自我的保护 也许我没有办法摆脱这样的一个 被定义的生活 因为这个社会我们其实是抗拒不了的 但我可以保护自己 不在这个被定义的生活当中 受到太大伤害 因为我们如果不明白的话 就像我们刚才说 我必须 为什么我总是很痛苦 我老是觉得我很失败 因为总有人比我好 总有人比我好 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理性的自觉的话 你会不断地陷入到这个痛苦当中 不可自拔 但是其实如果你明白 你就知道 其实我这是不对的 你又有一个自我分析 自我控制的能力 这个是不对的 其实我这个是错误的 我只是被卷了 那么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一点 那么你至少可以在精神上 可以抽身而出 那么对自己起到一个 至少一个自己的一个疗愈也好 说自我的保护也好 所以这个就是读局外人这样的作品 它的意义在于什么 原来其实我们的这些痛苦是这样的 对 那么所以很多学生他就释然了 我明白了 其实我们的生活为什么是这样的 他读了这个 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很荒诞 所以他们都很真诚地在诗卷上写到 我们不应该过被定义的人生 但有的孩子很可爱说 但是有的时候有不得不过 大实话 但是至少我明白了 他就不一样 对 精神一毛打好了 对 一毛打好了 那么这个跟不知道这个道理的人 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他的痛苦是被理性关照着的 那么他这个痛苦 他不会说无尽头的陷入到一种自我伤害 自我沮丧 甚至他有的不可 我用一个词来说就坠落了 我就觉得活不下去了 那这个就我们说有一些极端事件就会发生 那这个就跟他没办法分析自己的生活体验 为什么这么痛苦这么糟糕 他不知道他就很难保护自己 无法理解的痛苦 无法理解的痛苦 对 就只是每天在痛苦 但我不知道痛苦因何而来 你读了这个作品之后 你才知道 其实我只是被卷了 我只是被定义了 我因为没能达到社会的那些极定的定义 而感到痛苦 但我明白了以后 我就有能力去蔑视那个定义了 没错 而且这个其实是如果你不明白 你甚至会认为是自己的错 你会指责你自己 对 但现在你就知道说 这只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一些很傻逼的东西 对 让我是这样的很痛苦的感觉 这不是我的错 甚至说我的痛苦 反而说明我是自我意识是更强的 太对了 对 就是我感到痛了 我觉得不对了 其实我说你 其实你已经有智慧了 就这个概念 所以他的 加谬的局外人第一步在这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个问题 那该怎么办呢 就是你能做到什么呢 我们没有办法去反抗一个被定义这样一个生存的一个状态 这个的确是 我说学生问我老师你觉得你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我说我过的也是被定义的生活 我可能能够摆脱一些其他的定义 比如说我不去追求说 追求那些很浮华的东西 但是我也要按照一些定义来做自己 比如说我是一个高校老师 我应该如何如何 那这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定义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人生当中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确定自己活的是值得的 那这样的人生它值得吗 很多孩子都会问这个问题 那既然过的是被定义的人生 被规范的人生 那我们这人生值得吗 那所以它的第二步 它的那个另外一步叫蜀疫 就是我们那个疫情期间读的 读蜀疫特别读的很热情 那蜀疫的概念就出来了 所以它加密尤严格意义上来说呢 它跟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不一样的 它就指责过 它就对萨特表达过疑惑 萨特就只是从荒诞到荒诞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件很荒诞 所以我就怎么 我放弃配合 不跟你配合了 就跟这个事件我不合作了 那我就 那就叫真正的躺平了 对对对 我就不合作了 对对 它就彻底的躺平了 但是你就会发现 加密尔呢 他为什么说 他就问萨特 你怎么从荒诞又走向荒诞了呢 那就用我们的话说 躺平就解决问题了吗 躺平你不解决问题啊 你只是不合作 对不对 就像那个局外人里面的 我不合作了 就是不合作 但是这个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能构建意义吗 它不能构建意义 它其实是有点逃避的 逃避 对 所以呢 这个加密尔 他就在他的属意里面 想展示他自己的思考 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存在主义了 是他自己的一个思考 他觉得你光破不行 你要有所利 对 你光躺平不行 躺平不解决问题 其实我们还是要什么呢 用正确的方式去构建 你还要用正确的方式去立 那他这个正确的方式是什么呢 所以他的属意里面 你看他讲的那个故事 从这个城市封城以后 他发生了属意了 然后能不能战胜这个属意 这个属意什么时候结束 我们什么时候不过这种苦难的日子 他的主人公叫利恶医生 他都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看了他手下的病人 一个一个的死掉 那这个事情好像是很绝望的 他面对的就是很绝望的环境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该做什么呀 能怎么样呢 那么干脆就躺平就算了 既然我不能改变他 那利恶医生就代表了 加密的一个思考 是的 我们控制不了全局 也控制不了结局 但是我们证明我们自己 存在的唯一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去构建 那病人死掉 或者属意不消逝 那不是我能够掌控的 但是我能掌控的是什么呢 我每一天都在尽我最大的努力去拯救 这个过程当中 我对别人的这种拯救 我自己的努力 这个努力本身 就是证明我存在的唯一的依据 你看他这个就是 从破当中到立 什么概念呢 这个就引申到 很自然的就 引申到那个 希腊的那个 希西夫斯神话 对 没错 对 所以加谬他也 后来的时候他也是写了 另外一部作品 就是希西夫斯 那他就是想说什么 你看希西夫斯就是讲 人生他就是很荒诞 推着石头上山 再滚下来 对 我个人都觉得 人生是个骗局 我就觉得 你看我们这么努力的活啊 就很努力的去奋斗 其实最后的时候 大家都得死 然后特别是到了 我这个年龄以后 就感觉到身体慢慢的在衰老 很多时候我都觉得 很感叹 我说人生真的是个骗局 既然要死 我为什么这么努力呢 对 虽然那我们说 这个就是人生 他就是很荒诞的 非常荒诞的 那我们能做什么 其实这个 他援助当中 鼠疫当中就说 战胜鼠疫 唯一的方式就是诚实 这个翻译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 他的想表达的概念是什么 就是做好你的分内的事情 就是我把每一天都做好 就可以了 那这个做不是盲目的做 那就是什么 我朝着我自己树立的 我自我的一个想象 或者说我自己设立的 我的人生的一个 属于我自己的目标 然后每天在做 那他有讨论 你怎么去知道 什么是你自己树立的吗 因为我想 我想是说 当你在一个充满噪音 跟干扰的环境里的时候 你其实很容易 把别人认为的目标 当作是你自己的分内的事情 但你怎么做这个区分呢 对啊 所以他说 他说这个就诚实 我们语翻成诚挚 我觉得在理解他这个词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尊从本性 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像利恶医生 他身边塑造了好多其他的医生 那些医生跟他不一样 有的是说 我要维护我的一个地位 有的说我要带有一些官方的色彩 只有利恶医生 他尊从于本分 什么叫本分 我的目标是什么 我就是要做一个 治病救人的一个医生 只是一个医者而已 没有其他的 比如说他完全可以变得更有钱 或者变得更有社会地位 你跟政府更配合 然后因为他里面也出现了 蛮爆的问题 那么他是最早的预警者 利恶医生是最早预警 没有人听他的 那他这样一个人 就是他做到的是什么呀 我是个医者 虽然你们不许我说 但我一定要说 因为我是个医者 这个对人的生命发生危险的事情 我就要说 你看他从到最后 人家很多人都走了 有的封城的时候就已经逃掉了 但他为什么要留在这 因为他是个医者 他要救人 那他是讲了一个医者的故事 但其实我们来翻译他这个诚挚的话 他的内涵的话 其实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 我们做什么是有意义的 就是做你自己认为有价值 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就对了 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所以像钟南山 像张文宏这样的人 是很受人尊敬的 因为一方面当然是他带来的社会价值 但另一方面就是你看到这样的人 你知道他是有在做分内之事的 他是很坚持做 而不是说是想要蹭点热度 去干点别的 有什么其他的私利的这样的私欲 在夹杂在当中的 对 但这个地方就带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我如何知道 我想成为怎样的我 这就是个很大的难题 为什么像利恶这样的人是少的 钟南山也是少的 张文宏也是少的 就是大部分的人 在想象自己的时候 就像秀雄老师你说的 他其实是按照了模式进行设想的 这就是我们又回到我们刚才那个 讲的万恶的模式化的问题 那其实要知道自己想做怎样的自己 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 而且还要有勇气做 一个是要需要智慧 还是有需要勇气 我知道我想做什么的人 这是一个智慧的问题 首先是个智慧的问题 就我适合做什么 我喜欢做什么 我愿意做什么 那这个是你的第一个点 所以我有的时候对学生说 其实你比较像杜老师 当年我毕业的时候 当时的时候找工作 当时那个年代跟今天不一样 那个时候只好反过来 就想进高校的人很多 想当公务员的人比较少 所以当时那个教委 当时都在我们华东 华东师范大学摆了摊 就说你们来 只要你报名 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都要 好多我们女同学 就都喊在一起 走吧走吧 我们今天都去 我进行了慎重的考虑 我没去 对我没去 为什么呢 我就觉得你要尊重自己的能力特点 第二尊重自己的意愿 我想我的能力特点 是我其实不太擅长 做这样的一个行政管理工作 这个是我的弱项 第二个是我 其实我最大的原因 是我说我的意愿很强烈 就是我就是想当老师 所以虽然那一刻 想当老师很困难很困难 最后我能够找到 接收我的学校 只有华东政法大学 那在当时并不是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当时并没有中文专业 但我还是去了 我放弃了他们说 哇今天我一说到学生 说老师你是不是傻呀 你叫我伪多好啊 我说这个 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个就是智慧 你得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 你真正喜欢干什么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你有勇气吗 对我觉得这是 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 我知道我干了 但是干这个好像似乎 会吃点亏 或者说不够那个 在社会上不够 不够风光 或者不够怎么样 不够有力 在生存竞争当中 不占优势 但是它是我喜欢的 没错 你有勇气吗 是 对 所以又要能够分辨 自己的能力特点 自己的喜好 还要有勇气去选择 这个就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 钟南山为什么少啊 张文博为什么少 利恶医生也是啊 他知道我就是个医者 我不是一个官僚 但是你有勇气 就在这个已经封掉的城里面 继续做一个医者嘛 这又需要有勇气 这个我觉得非常 我今天才知道你的这个经历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契合 我对你的感觉跟印象 因为我确实一直都觉得 你身上是相当具有一种 其实并不是犀利 或者是刚硬的那种感觉 但是那个力量感是很强的 而这种力量我觉得也跟我不知道 也许是更像是一种比较是女性的那种力量 它是包容的 它是温柔 它是但同时它又是很坚毅的 然后这也是我好奇的点 就是因为我觉得今天的年轻一代的女性 她们其实在生活中不太能有 就是这种稍微年长一些的女性 作为一个模范跟榜样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你的故事也好 你所做的事情 包括我刚才你讲的 就是你在 我觉得你其实是有身体力行 就是这个加谬式的这种 就是因为今天我们讲两个版本的躺平 一个是萨特式的躺平 一个是加谬的躺平 但加谬的躺平是更主动的 它是它要去构建自己的东西 你到了华正 你到了这样一个 大家并不是很看好的地方 但你构建出了你的课程 你的你的这个学生 你现在整个所做的这一些事情 对吧 就是就你是在身体 身体力行在做这些事情的 这种勇气 这种选择这种决心 这个是怎么 这是我们如何可以复制它 或者如果可以培养它 如何可以让更多的人 就是能够具备这样的能力呢 就是你会怎么看这一点 我觉得这样说吧 第一个 我觉得足够爱自己就可以做到 足够爱自己是什么呢 就是不勉强自己做不喜欢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觉得 那件事情我特别的不喜欢 但是我不得不去做 我违背我的意愿 我有的时候说 除了有的时候是我们出于生存的一个压力之外 那个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对自己不够爱 我可能觉得我比较的任性 我自己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有点任性 什么任性呢 我觉得我的任性就是 我不太愿意做 违背我意愿的事情 我比较爱自己 我觉得我算是比较爱自己 很爱护自己的特长 也很爱护自己的心愿 所以呢 我觉得这种爱护 对自己的爱护 会让我变得很执着 就是我会很执着的做 别人都认为 不能做 或者说不好做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我喜欢 我就会 勇敢的去做它 很执着的去做它 对 这个是我理解的一点啊 就是我觉得要尊重自己的愿望 这个也是我现在一直对我自己的学生要讲的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像秀秀老师夸我 夸了我那么多 其实我觉得我不够有力量啊 我其实有的时候很脆弱 然后我的学生 其实他们有的时候评价我挺有意思 我挺喜欢的一句话说 杜老师觉得你有的时候像一个妈妈 但有的时候又像个孩子 在我面前 他们有的时候觉得我像个妈妈 有时候觉得我像个小孩一样 因为我会向我的学生展示 我的脆弱 我从来不在我的学生面前 装作我是一个强者 我虚弱的时候 我沮丧的时候 我掉眼泪的时候 他们这样的杜老师 他们都看到过 哇哦 这很少见啊 对我经常包括我自己的孩子 我也是 我从来都会向他暴露我的局限 我包括我的学生我也说 我有我很大的局限性 我说我的智慧 他们经常说杜老师是个有智慧的老师 我说不对 杜老师是个有局限性的 我有我的知识的空白 也有我大量的知识的盲区 我也有我看问题很不透彻 不透彻的地方 也有很多局限性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不好的 不太完美的 但是很真实的一个老师 可能会让学生觉得更亲切 所以我觉得我有很多脆弱的点 但是可能力量感来自于什么呢 力量感也有 因为我一开始我不觉得我自己有力量 但是很多说学生他们也认为说 老师我觉得好像有力量 听了你的课以后觉得有力量 我后来我也琢磨 我这个力量感是什么 其实就是什么呀 我觉得我可能看生活 看人生 上了一定的年纪以后 我会看得比较透彻 读的文学作品很多 让我在看待一些人生现象的时候 我大约能够比较准确的把握住 问题出在哪 然后我能够比较准确的给出建议 所以孩子们会很快的得到 其实我说我有的时候很惭愧 我能帮他们什么 我解决不了他们人生当中的任何问题 但是我想我只是给他们一点点的温暖 或者说一点点的共鸣 其实很多时候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能够得到一个很恰当的共鸣 一个共情 就能帮助他走过一个坎 没错 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帮助他 有的时候我是帮助他什么呢 我说我打开一点点光 让你看到这个问题 是什么样一个问题 然后他就能够找到自己应对 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 像这种看待人生现象的准确度 我觉得可能算是我的一个力量的来源点 我觉得你刚才讲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但是就再回到前面你讲的那个部分 我其实非常喜欢你所讲的 有关你自己局限性的那种展现 脆弱性的那种展现 对自己的局限非常的坦诚 从我的角度 我反而认为这是非常有自信的人 才敢去做的事情 这个自信不是说是那种 我们现在世俗意义上 我很有钱 我很屌 我很了不起 就不是那种 不是那种自夸 跟那种自民得意的自信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 就是你对于事情的真相是什么样子的 人就是脆弱的 就这个这是一个 因为人都会死 人都会生老病死 我们都会衰老 我们都会有局限 我们都是依赖彼此的 就是这些事情是有关人的 我觉得无可辩驳的一些事实 所以最真实 最有勇气的人 应该是能够去承认这些 并且始终铭记这些事实 然后把它融入到自己生活当中去的 但是当我看到 比如说有一些人的生活方式 是完全忽视 甚至逃避这个问题 甚至他要刻意地掩饰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希望通过 比如说自己的地位跟财富跟权利 把自己包装成一个 我谁也不需要 我谁也不怕 然后我好像也过着一个永生的生活 永远不会死 然后就是 但是那样的人 看上去很自民得意 但实际上他并不是真的自信的 因为他连人存在的这些基本事实 他们是会真的脆弱 他们的脆弱是甚至都没有地方表达出来的 但是当你去这样去做的时候 我觉得这反倒是在我的定义当中 非常自信的一种表现 因为你会很诚实的对你自己 你会很诚实的对 就是人的这些必然性 你是非常非常诚实 我觉得这 或许这也是 我觉得你的力量感的一部分来源 因为我今天的社会当中 我们去讨论 比如说一个人是脆弱的 是局限的 在某些方面是无知的 我觉得还是很多人会害怕的 因为他们会觉得 如果我告诉别人我是这样 别人会不会不喜欢我 会不会瞧不起我 会不会我的工作就找不着了 或者男朋友女朋友就没了什么的 但是这其实是一个 这是人的共性 我们其实都应该去聊这些问题 而且我们都应该去理解 彼此都是有这些问题的 这个观设到一个基本的问题 就是我们怎么看待自我 怎么看待人 其实我觉得我们经常最向往 就是人怎么活得从容 我觉得从容是非常高的一个人生的境界 你从容的活着就会很淡定 那如何活得从容淡定呢 其实一个关键的点就在于 你怎么理解自己 理解人 当我们认为人是必须实权实美的 实想全能的 你一定是不从容不淡定的 你的那种所谓的看上去的 好像我很骄傲很什么 那个都是不堪一击的 因为真正的人在本质上来讲 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存在过 某种程度上 永远都不可能有实权实美 实想全能的人 我们换一句话说 当我们说要求自己 或者说要求别人 特别是要求自己成为实权实美的人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说的不爱自己的表现 其实对自己毫无怜悯的一个表现 而且就好像是你都不了解你作为人 这是你的必然性 对 人的必然性是一定有不足的 没错 你看 我觉得我做到了一个很 其实我只是做到一个很基本的东西 就是我接受我的不足 我经常也说 我说那孩子们也要学会这一点 就是你不要把自己想象成 我一定会很完美 那么当你无法做到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原谅自己 没错 你不原谅自己是很痛苦的 而且你就会非常焦虑 相当焦虑 这个跟进取是两码事 那么其实我们允许自己有弱项 我有一方面我就是不行的 或者我有几个方面我就是不行的 那么我接纳这些东西 我会对自己很宽容很体贴 那么我就知道 人真正健康的发展 不是全部都完美 而是尽力把自己拥有的长处 能够把它释放出来 没错 而不是说硬把自己的短处 也变成每一样都比别人强 这就对自己特别残忍的表现 就当你用完美主义的角度 看你自己的时候 你的所有的一点一滴的不足 都像是一种丑陋一样 但是实际上人的真正的美 是在于我们即使如此的局限跟脆弱 但是我们竟然能够 在这样的人生当中创造出一些 可能超越自己的东西 就那才是 我觉得值得或者是美感 或者是意义所在 但是你要能获得这种意义感 你真的你得先看看 你的期待是什么 你如果一上就觉得 人意应该是完美的 这样的情况下 没有任何事情是有美感的 所有事情都是在你的标准线以下的 这个就是涉及到我们的成功观念 我们成功观念 和对一个人的价值的理解是错的 我们往往认为说我必须样样比别人强 这个才叫成功 才叫这个优秀 你看这个观点 我都说毁了多少人 让很多人他要么就变得非常非常强势 我样样都要盖过别人 他其实这样的人 他在人群当中会让大家觉得很不舒服 你会给别人带来很不适的感觉 没错 那么另外他对他自己也会很苛刻 因为我不能允许我任何一个方面比别人差 其实人生的成功和价值不是这样 我觉得人生的价值和成功 我们来到世上活一回 怎么叫活得值了 不过就是把自己的一向才华 你能够不辜负他 把自己的能力不辜负他 你把这样做得很好就可以了 我经常说哪怕一个女性 她很适合做全职太太 结果她这一辈子就做了全职太太 但她的全职太太做得很好 我认为她的一生很有价值 她并不比我们的搞了航天飞机的 什么的价值差 她很有价值 为什么 她把她自己愿意做 她能够做的那件事 她做得很好就行了 你没必要去说 这个全职太太 你学历有多高 你为什么比那些职业女性 你差到哪里 不对 这个概念是不对的 她一样是成功的 是有价值的 她把她能做的那件事 做得很好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家没有说的那个 其实你把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块巨石 你能把你的那块巨石推上去就可以了 而不再也说我把我人生当中所有的巨石都推上去 你推上去属于你的那块就够了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呀 就是你的成功 你的价值 但是我们错误的理解 为什么呀 我跟别人比 我要样样都好 我家庭也要比别人好 我这个挣的钱也要比别人多 我房子要比别人大 像成年人 我的孩子也要比别人优秀 我的老公也要比别人找得好 那哪一样比别人差了 我都觉得哎呀焦虑的不行 我都觉得哎呀你这样活对自己好残酷啊 简直就是自己是自己的暴君啊 没错 其实你就推你那块石头就行了 你做好一样就可以了 这个联系到你刚才前面讲的 有关那个力量感的第二点啊 就是你说因为是你是有阅历 所以你看清这种很多问题 我觉得联系到刚才这个推你自己的石头 我觉得这当中也可以做一个联系 就是你看其实现在比如说很多的女性 大多数的女性 其实对于年龄 对于年龄的增长都是一个焦虑 甚至恐慌这样的一种心态 但是当你讲到你的力量感的来源 你就会讲到说你是因为有这种阅历 你反而是因为年龄的增加 阅历的增加 你累积了智慧 所以你才更加有力量 就这其实本来应该是年纪的增长 所带来的一个很美妙的东西 对吧但是当我们今天聊到 比如说很多女性聊到年龄 就觉得我年纪大了 我好像就感觉自己的价值 就往下掉了一样 就是我们的这种公共语言当中 很少去讨论 有什么东西是会随着年纪的增长 而变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美 越来越有力量的 所以我觉得造成的结果 就是大家对于好像人生的 最理想的想象都是 你得是在20多岁的时候 然后这个时候你又很有钱 你又很有成就 就好像一切事情都必须在 这个年龄段里面完成 你过了这年龄段 你到了后面的人生 你感觉就好像就很不堪的样子 可是事实就并不是这样 事实就是你的阅历增长 确实就会让你活得更自信 更坦然更从容 那本来就应该是你去追求的东西 但只是我们 就好像我觉得还是这个模范的问题 我们生活中的榜样 都是小鲜肉啊 流量明星啊 就是你这都是那样一个 特定的那个样子 以至于就是大家的想象力 非常的狭隘 就看不到这种未来的可能性了 这个就是我曾经给同学们 介绍过一部作品 就是《盗莲格雷的画像》 这部小说里面 他就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他说他就讲了 其实是人有两副模样 一个是你的肉体的模样 还有一个呢 其实人还有另外一个模样 就是一个灵魂的模样 所以他那个《盗莲格雷的画像》 这部小说里面就讲这个盗莲格雷 他就认为人的价值 就像我们现在的那个理解一样 人的价值 人的美感都在肉体的模样 所以他就这个极力的想保持 因为他很英俊嘛 他就想保持住自己这个肉体的模样 于是他许了一个愿 他有一幅画像 他就说 那就让我这个灵魂当中所有的因素 都呈现在我的画像里面 就是我把我的灵魂卖给那个画像 而让我的肉体 我许诺什么 让我的肉体永远保持青春 那于是呢 他的肉体就一直是很年轻 他都40岁50岁 他还是非常非常的年轻漂亮 但是他那副灵魂的那个模样 就在那个画像上面 就越来越不堪 越来越丑陋 丑陋到最后 他有一次就看这个画 他都不能忍受 他太可怕 别人要能看到了怎么办呢 他就拿了一把刀去 想把那个画像给杀掉 就是把那个灵魂给杀掉 结果他去刺杀自己灵魂的时候 他自己也死掉了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小说 很棒的一个比喻 对 其实我就说人都有两副模样 就是我们都有一个肉体的模样 还有一个灵魂的模样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灵魂的模样是看不见的 因为我们肉体的模样 活力太大了 没错 太抢眼了 太抢眼了 大家能看到的都是肉体的模样 灵魂的模样的重要性看不出来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肉体的模样会慢慢的衰老 这个时候灵魂的模样就出来了 没错 有些灵魂的模样 就能撑住你衰老的一个面容 让你的衰老会散发出光彩 这个光彩是哪里来的 那我们看到很多 我也有很多很喜欢的那个女性的偶像 那她虽然老了 但她的面容 依然你还是觉得她很美 她满脸都是皱纹 但她还是很美 那那个美的感觉 像旭熊老师说的 那个力量的感觉 那个温柔的感觉哪里来的 是她灵魂的模样撑起来的 但反过来说 一个人急于地营造她肉体的模样 磨很多的化妆品 想维持自己的年轻 因为她的皱纹不那么多 但她还是很难看 没错 我们就会造了 你看我们社会上造了个词 送给他们叫油腻 是的 你还是很 好像没那么多皱纹 但你油光光的 那张脸油光光的 所有的庸俗 那种所有的 我看到有些女明星 她的确她保养的很好 但你看她就是那么的庸俗 你就是看到了她的肉体的模样 她灵魂的模样 一点都没有 这个会让我很担心的一点 就是你看现在通过社交媒体 其实很多的 尤其是女性 很多年轻女性 她的是更多的被鼓励 就是去把你的肉体的模样 去展示 甚至去贩卖 展现给大家看 然后就好像是会给这些女孩们 传递一种印象 就是好像这就是你的一切 这就是你最有价值的地方 这个对 就是当有一天 你玩了这个游戏 其实也就是十年 十五年 你到了三十三十五岁之后 你要真的去比那个肉体的模样 你就比不上二十出头的小姑娘 但是就是你在之前玩这个游戏的过程中 那你的灵魂呢 这个就跟你刚才讲这个 道连格雷的画像 画像 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对应 就是你把你的灵魂放在另外一个地方 等有一天她不堪入目了 你再去看她的时候 你恨不得把她杀掉了样子 他其实这个小说 你看他很 就是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家 王尔德的一部代表作 你看他讲了个很普通的道理 我们用通俗的方式来解读 这个故事是什么 你比如说很多 你年轻的时候 你只是追求这个外在的这些肉体的享受 肉体的享乐 肉体的这些所谓的肉体的美感 然后你为了追求这些东西 你付出的是什么 是灵魂的代价 然后你做了很多丑恶的事情 你变得品格慢慢的低下了 你的品位越来越降低 你的人品越来越降低 什么概念 你给自己的灵魂的 你在经营你肉体的模样 但你给你灵魂的模样 在做减法 于是这个灵魂的模样 在你肉体的模样衰老的时候 它就会呈现出来 没错 我们就会看到很多人 他为什么到了50来岁以后 哎呀 其实你看他年轻的照片 还是挺好的 他慢慢的横漏就出来了 我们会看到很多 到一定年龄以后 要么变得油腻了 要么就变得 哎呀 满脸都是横漏 非常凶恶 非常刻薄 然后各种的眼神也浑浊了 然后笑容也不明朗了 也不灿烂了 为什么呀 那就是你 因为你没有经营过 你的灵魂的模样 所以相反 你为了维持那些肉体的东西 把灵魂的东西 一样一样都消耗掉了 那么这个灵魂的模样 到老了以后 它就会呈现在你的脸上 你说这个 我想起 我曾经 就是有一个 有天晚上我在一个便利店 碰到过一个女孩 因为那个区域是 算是比较潮 比较很多年轻人住的地方 然后 当时一个女孩 就我从她的样貌 穿着打扮 给我感觉可能 也许是有一点像是那种 所谓网红 这种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女孩的样子 但是她因为可能 我估计她家就住在附近 她只下来买个东西 所以没有怎么收拾打扮 戴着帽子 戴着口罩 但是当给我印象非常深 就我刚才突然一下 就回想起来 就是 就是你 虽然你看得出来 她好像是 也许是这种 也许她的账号上面的照片 都非常的漂亮 但这个人站在你面前 你就会觉得 我看到她的第一眼的反应 我觉得她是lifeless 就是她是 她是没有生命力的 就她像是一具躯壳 她的外表确实 不丑 当然没有收拾 头发也挺乱的 身材也挺好的 但是就是你看着 她整个人的 如果说每一个人的身体周围 都是有一个气场 有一个光环的话 她的光环就是没有生命力 我当时看到我好震惊 我就会觉得 哇 就是 我就能 当然我 这个有可能是我自己脑补的 但是就是 这样的人确实是存在的 就是她可以非常的美 她的肉体 但是她没有经营 她的灵魂的模样 对 她的灵魂 以至于就是 就是你都能看到 她是没有生命力的那种感觉 对 就是这两副 面孔的这种脱节 这种偏向 我觉得其实还蛮不可思议的 是的 很震惊 你会在很多时候看到 我有时候坐地铁 我很喜欢观察人 所以我就会看到 哎呦 很感慨 我说哎呀 生活不易啊 很多人 你看她 五官都是很端正的 但是就看上去是 那种精明啊 或者很势利啊 很刻薄 都在脸上写着 你不认识她 但你就知道 她是一个这样的人 因为到年纪大了以后 这些东西都会呈现在脸上 哎 我就觉得很悲悯 我们为了生存 都付出了些什么呀 然后你 你的灵魂 你忘记了 然后你 你没有去经营她 她就会用这种方式来报复你 对 所以躺平或许也是 我们的灵魂 在发出抗议吧 就是我不要变成那个样子 因为可能她已经看过很多人变成那样子了 对对 然后觉得说 如果我变成这样 我恨我自己 我想要捅死我自己 对对 所以像有的学生说 哎呀 老师我应该用什么的态度生活 很多时候是 就是说 感觉说 似乎我要是说 一直是很善良的 但是真的是 你做一个善良的人 你与人为善 很多时候的确要吃亏 在竞争当中 有底线的人 一定会输给 没底线的人 然后你保持一定的品格 一定会 跟不择手段的人相比的话 你一定是输的 那很多学生他会讲 他说 这样我们不是吃亏吗 那我这样的时候 我应该还要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我要不要做一个善良的人 我是不是也应该做一个 很强势的人 我要不要做一个那种 怎么说呢 那个 牙齿锋利 这个 处处都是非常 那个锋芒毕露啊 然后要 要一种掠夺性的一个姿态的一个人 我要不要做那样的人 我做善良的人 好像我一无所有 我就吃亏了 我不对 我说你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就知道 你与人为善 你对品格的修行 你读的每一本书 他们像他们也说 那读书也没用 我说你读的每一本书 你读的每一部文学作品 你接受的这一件 你听的任何一首美好的歌 你看到那些阳光 你觉得它都没有用处 但这些东西都会 成为你灵魂的一个精灵 对 你这些东西都会什么样的 让你真正达到说 你到了50岁 你还没有面目可憎 你60岁也没有面目可憎 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人群 他在到一定年龄以后 他的面目就很可憎 是 对 让人看了之后会觉得 很害怕 很恐惧 或者说 就不好相处 那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在 太急于得到 太急于攫取 而忘记 其实我们你在得到的 任何一样东西的时候 都会有所失去 你得到太多外在的东西 你内在的东西 你不去经营它 不去建设它 这些东西将来都会展示出来 你觉得这个问题 会不会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因为我们的 像以我自己为例 比如我的上一代人 可能是50后60后 就是我在想 本来如果那一代人 因为你刚才讲这个问题 实际上是一个 对于人生的想象力的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只能想象 我们20岁30岁是什么样的 但如果你要去想象 你的40 50 60岁 什么样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 OK你照顾你的灵魂 对吧 灵魂养生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的直观的感觉是 我们有点缺少了上一辈人 在这个问题上 给我们的一些指导 就好像是没有太多人来讲过 你们年轻的时候要注意 你要做这些事情 这样的话 你到了这个年纪 到了我们这个年纪 你才能有从容 你才能有优雅 你才能有美 继续保持那种美 就好像是 你看像 像比如说 今天你会讲这样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 比如在过去一年当中 我几乎不太听到 有其他的上一代人 或者比较年长一点的人 去跟我们讲这种问题 所以就好像是这些 意识 这种对于自己 四五十五六十岁的 生活状态想象 压根就没有存在 没有走进我们的意识当中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没有意识的时候 那你能做的是什么 你就只能抓紧时间 去蹭一蹭 你的青春的那个红利 对 去走一波投机刀吧 就好像那是一个 没得选的选择一样 所以很可悲 所以我觉得 也许这个就是 我理解的老师的意义 是 对 年轻人 有学生问我 他说老师 你喜欢你年轻的时候吗 我考虑了一下 我说不喜欢 因为我想我好艰难 年轻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怎么做人 该如何生活 该如何对自己的人生 做出规划 该追求什么 我都不知道 就是自己摸 所以办了很多蠢事 做了很多这个蠢事 蠢的现在有的时候回头 想自己年轻时候 就觉得 哎呀 要是能穿越过去 我应该会打他一顿 你怎么会这么蠢 所以我 我说我不太喜欢 我年轻的时候 但是反过来 我说 为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 那么艰难 经常会做这样的事情 而且一代代都在做 我们一代一代 重复同样的问题 我因为我们缺乏引导 我觉得人生当中 是需要有人引导的 这个引导不是说 我帮你做什么 帮你克服什么 而是说在适当的时候 我有个小手电筒 帮你照一照脚下 大约指一指方向 帮你说 这个拐脚的地方 应该怎么拐 那我觉得人生会好很多 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 我们长者的这一代 我们前 原来不有个词吗 什么前浪后浪 对 我经常说前浪们 你们都做什么了 没错 对 你们到底 这个前浪可以是老师 可以是家长 可以是长辈 你们做什么了 我觉得我们的长辈 什么都没做 然后每一代的长辈 都没做这方面的工作 每一代的长辈 都只会说 你考个好成绩 找个好工作 你要多多挣钱 我们很少去引领后浪 说你们要注意 自己的心理健康 你该知道哪些东西 你如何追求外在的事业 你也要懂得怎么样 爱护好自己的内心 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不能让他就那么摸着黑 等他也变得前浪的时候 他突然一回头发现 哇以前好蠢啊 我们这个资源好浪费啊 就好像是大家一代一代的 这种人生 没有积累 没有传承 就都是每一代 都是第一代 都是在走所有的弯路 所以说像昆德拉 他在写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时候 他就发了一句感慨 他说生命只有一次 所以我们根本都没活过 活过一次 就算是没活过 因为你没有办法修正 你没有办法知道自己往往活的 不是自己想活的那个方式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苦难 对 那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一个是长辈的生活当中 这些前浪们的这个引导 这个我觉得这种资源没有激发出来 好像我们现在后浪前浪的这个关系 我觉得很对立的 都是大家都喜欢说是后浪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 或者是 甚至是仇恨的 对 不像那个应该是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那个是B站吧 不是有一个那个后浪的那个视频吗 不是很火吗 对 就他当然也说的很豪迈啊 我们是后浪嘛 但是就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一代对于 当然上一代人确实很多的问题 油腻也好 家长式的权威也好 但是我就觉得很可惜的就是 这当中或许是存在着一些 这种智慧的传承 这种就是有一些弯路 你不需要再走 但是我觉得就是年轻一代跟年长一代之间 这种隔阂太大了 大到就是正常的 本来应该有的一些智慧的交流跟传递 都被切断了 我觉得这太可惜了 这个原因是第一个 我们作为前浪啊 作为长辈 很多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前辈们 都有反思自己的能力 你要想引导后浪 你必须先反思自己的人生 先反思自己的作为 我觉得这是一个必要的前提 只有一个人 你充分的反思自己人生当中的不足 你对自己的人生有很强的分析的能力 你才能够知道 哪些做法是错的 那当你看到你的后代 你的子女也好 或者你的学生也好 他们也这么做的时候 你就可以帮他了 就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会认为 这个很重要 那个很重要 那个也很重要 昨天晚上一个很可爱的小姑娘 她给我说 她法考 今年法考报名的时候 错过了报名的日期 她就非常非常难过 我完全可以理解 对孩子们来说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该法考了 但她报名错过了 她就觉得是天大一件事 但是呢 她就对我说 老师我很难过 我怎么办 但是你看 作为我这样走过一个 这么长长一段人生的人来说 回对看 那算什么呀 这个时候 所以我就可以告诉他 你不会失去任何东西的 我可以向你保证 这什么都不是 你只要总结一下这个教训 我为什么会 在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会错过一个时间点 你把这个经验教训总结一下 这就是一笔财富 对 它不是一个倒霉 也不是一个说 我一下就浪费了人生了 或者我就落后于人了 你看 你把这个时候 你就能够告诉他 那么他本来要痛苦一个月的 所以我就对他说 你懊悔一个晚上就可以了 他说好的老师 所以你看 你就可以对他进行一个引领 但是你首先 我们就是作为长者 你要能够反思自己的人生 有充分的分析 这个人生的一个能力 然后你才能够对年轻一代 进行一个指引 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多长者 可能自己还活得很糊涂 对 他们自己也很糊涂 所以他们你别以为他们年龄大了 他就活通透了 好多人他自己活得也像孩子一样 还是很萌昧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这个时候 他就很难发挥这个作用 你刚才讲的这个 会让我就是觉察 或者说是理解到一个 我一直 我真的是以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就是今天真的是第一次想 但是我真的会觉得像我 或者是我这一代 或者包括更年轻的一代的人 就是在心智商的精神上 我就一直会有一种赤裸感 有一种裸露感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本来一代一代人的 这种生长跟发展 其实是应该是有一些 文化的传承 传统的传承 就有一些上一代人的经验 智慧传给你 然后你带着这些经验智慧 相当于他们就像是你的铠甲一样 你走上你自己人生战场的时候 你就不是完全赤裸全身的 但是我觉得今天很多人 走入自己的生活的战场的时候 那个赤裸感是很强的 就你会发现你自己什么都没有 你什么一点保护都没有 像我相对还算比较幸运 我父母还算是比较聪明的人 他们也教了我 虽然没有教很多很多 但是也教了一些东西 包括我自己的 比如说心理学的这种训练 知识的积累 就是他也是给我很多 知识上的铠甲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人 年轻人 就当他们在走入生活的时候 他们真的是很赤裸的 就是你要让 就是说生活如果是一场暴风雨的话 本来你让他走入这样暴风雨的时候 应该是把 对吧 伞打好 雨靴穿好 各种防护措施做好 但是当你推着他们 以一个赤裸的脆弱的肉身 走入到那个暴风雨里面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非常 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 而且更可悲的就是 这些事情本来应该是 由上一代人来去做的 但是因为 当然这原因很复杂 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最终你没有这么做 而这一代人走进去感到痛苦 想要退出 想要逃 想要躺平 感觉伤痛的时候 人们却反过来说 是你们太堕落了 是你们太弱小了 对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超级 就是心里半尾气的这种感觉 对 我记得我曾经用过一个 不是很规范的词 就是我觉得这是个长者悲剧 什么叫长者悲剧 就是你会发现我们的上一代 他们很多时候 他不但说我不能帮到下一代 甚至很多下一代 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背负着一个原罪 就是你这个原生家庭 你带给他的苦难 他的障碍 那些捆绑 那些约束 就你不光没有帮他 你反而给他带来很多负担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活明白 你自个儿没活明白 你不但帮不到孩子 你还给孩子制造了他成长的障碍 没错 所以我们在社会当中 我很多时候 我说可能是因为 我跟年轻人接触的比较多 年轻人出问题的时候 我很多时候我都觉得 基本上90%的错误 都不是年轻人的错误 对 是我们社会的错误 是家庭父母辈的错误 给他们带来的这些障碍 所以我觉得这里有个恶性循环 什么恶性循环呢 我这样来讲 就有个孩子问我 他说老师 我为什么要读书 我为什么要 你经常在课堂说 我们要有智慧的生活 我为什么要有这些 我为什么多多的读书 提高见识 提高思维力 提高理性能力 我说因为 你可以这样的话 你可以做到一件基本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帮到你的孩子 我不说你建构 多么伟大的事业 生而为人 假如你是父母 我觉得最基本的一件事 你得做到 你得对你的孩子是有帮助的 而不是对他是伤害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大部分的长辈 他们做的事情都是伤害自己的子辈 没错 把他们的翅膀捆起来 这个就需要长辈有反思能力 我说这种错误我也犯过 因为我们会不由自主的 会做一些事情控制自己的孩子 我为这个我还写一篇文章 我向我的孩子忏悔 我说我还是能够及时的进行反思 我觉得这叫长辈的悲剧 我们为什么要读书 就是假如我读的书够多 我的思考能力够强 理性分析能力更强 我先不说我帮助我的人生的质量提高 我的精神灵魂的建设会更好 我最重要的是 我可以更好地履行我的责任 我可以帮到下一代 没错 有孩子我可以帮孩子 没有孩子我可以帮到我的学生 但实际上最大一个社会当中 最大的悲剧是什么 就是长辈 他变成了子辈的障碍 代代重复 这种悲剧从《红楼梦》 我们就在古代的文学当中 那个父母一个一个都是 自己子女的杀手 幸福的杀手 自由的杀手 你到今天 你为什么我们还在重复这个错误 就是因为我们长辈 你们自己的视野不够 思维能力不够强 理性能力不够强 你没有能力去指点孩子们 你都没有能力分析 自己人生当中的问题 然后你又盲目的去 以为自己就长了几个岁数 就是智者了 我就可以控制 规划你的人生 多狂妄 我们多狂妄 就并没有把智慧跟权威 这两件事情区分开来 对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 怎么样一个社会能够发展 我觉得年轻一代 我说你努力读书 努力变成一个有思考力的人 我说因为你就可以避免 对这个悲剧可以在你这的中断 这个人类的社会 本来的一种自然的传承方式是 比如说你在一个部落时代 这个孩子成长的时候 爸爸会带你出去 教你怎么打猎 教你怎么捕鱼 然后可能当你足够年长的时候 他会把他的工具 会把他的家伙工具 全部武器 全部都传承给你 你可以继续用 但现在方式就是 不教 到了年纪了 你走吧 什么也不给你 你自己到荒野外去生存 你誓死是活 反正你自己负责 就如果从精神上来说 这种直接被扔到荒野当中 是非常残忍的事情 而且是非常不可 就是其实很 你想想看是很荒谬的 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年轻人的 至少在他们的精神世界当中 这其实是常态 对 而父母这一辈会觉得 好像这样子是对的 他们其实没有这种意识说 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这好像不太对 一直到今天我们提出来 才会说等一下 这样做是不对的 你应该是有传承的 因为人类一代一代的进化 都是这么过来的 你其实没法去违背这种规律 因为就像前面讲 人就是很脆弱的 而且所以再联系到前面讲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觉得 人应该是完美的 我觉得跟这会有关系 因为我们被扔到 这样一个赤身裸体的 扔到野外自生自灭了 扔你的人自然会告诉你 你本来就是完美的 你本来就应该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懂 我把你扔出来 就这样才能合理化 自己的这个行为 才会让你觉得说 所以我如果生存不好 那是我的错 就看不到说 我并没有被给予 足够好的工具跟训练 所以以至于就是 像说到生孩子的问题 有的时候我自己会想象 就是我会想象说 如果以后我的小孩 就是我能够给予他的那些教育 跟培养跟训练 如果当年我能得到的话 就是无法想象 然后就会憋着一口气 就觉得就是那种不甘心的感觉 以至于有的时候 这种不甘心的感觉 会让我觉得 我好像生个孩子 证明一下我真的是 这个真的是这样 是这样 我有时候想 像我的父母 他们也是像我父亲 也还是个干博 他也是有文化的人 但是我就想像我这样的家庭 算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家庭了 但是我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辅导过我功课 像我父亲 他辅导我功课 但是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我的很多内心的痛苦 成长的烦恼 包括什么恋爱当中 刚开始恋爱 然后遇到的一些问题 这些人生当中的很多的困惑 我回头想一想 一句指导也没有 他父母没有跟我涉及过 类似的一个指导 他们只是说 你要更努力 更刻苦 更怎样 我觉得这个就是蛮可怕的 一种人类进化的方式 我说什么叫家族进化 我们先不谈人类进化 也不谈社会进化 家族进化 家族进化 不是说一代比一代更有钱 这个没有用 你如果你的智力 见识 思考力不进化 胸怀不进化 你早晚这个家 还是要败掉的 富不过三代 富不过三代 就是这样产生的 就是你钱在积累 但人心志在退化 你这个家族是灭亡的 所谓家族的进化是什么呢 就是 虽然我改变不了上一代 但是我可以改变我自己 我可以变得 更豁达 更通透 更有理性 那这样的话 我在培养我的孩子的时候 就不一样 那我的孩子会怎么样的 会得到更好的一种职业 那这个家族 这样的才要进化了 没错 我自己可以分享的一个 我个人的例子 就是 我的成长经历当中 其实我觉得最缺的 一件事情就是 就是当你不开心的时候 当你有负面情绪的时候 这种时候 其实父母应该会 是应该去指导你 鼓励你去表达 你怎么了 你为什么不开心 你是不是难过 你是不是生气 你能不能把这些想法都讲出来 对吧 就是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 这样子别人才知道你需要什么 对 才知道你渴望什么 你在乎什么 但是因为就是 可能我的成长经历当中 很少会有这样的时刻 因为很多的传统的父母 他处理的方式就是 我父母也这样 对 就不要不开心了 或者就装作没事 或者就糊弄过去 像我们更什么 因为我们多子女 我还有两个个个 父母忙的 要么他给他看不见 对 你不开心 他都不知道 是 所以这样子就是 长大之后 我觉得最大最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当我 比如说自己在我的 亲密关系当中 有的时候你不开心 你很难讲出来 其实你知道你说出来 会很有帮助 你知道你说出来之后 很多你就可以迎刃而解 但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赤裸感 就是你缺了那个经验 你缺了那种 那种传统 那种习惯 以至于你走到那一步 你就是说不出来 然后这个在我的 自己的关系当中 就一直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痛苦 包括我现在 跟我自己伴侣 有的时候真的也是 就是虽然我能 有意识地注意到说 我又开始 我又开始封我自己的嘴了 我又开始说不出口了 然后我会故意逼着自己 我要说我要说 我多痛苦都要说出来 但就是我觉得 就好费精 就是真的好费精 本来这一切可以很轻松 很自然的 对 这个就是我就说 父母的重要性 原生家庭的重要性 就我们为什么要成长为 我们要为什么要读书 要多读书 要增长自己的见识 和思考力 就在这 不要让自己的孩子 太痛苦和孤独 对 这会不会是 你觉得 有没有可能 这是我 像现在这一代年轻人 他们需要去推的 那个石头 就是他们是有可能 成为跟父母 完全不一样的一代 崭新的父母 他们是有可能创造 就是为下一代创造 我们这一代人 完全没有体验过的 那种成长经验的 我觉得前提是 他们要接受 更好的教育 对 接受更好的教育 然后有更宽阔的视野 然后更强的理性能力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我觉得我做的 比我的父母就好 就是我的小孩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会不断的反思 我做的对和错 同时呢 我也会很密切的关注他 他不开心的时候 我就会帮他分析 就在他的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从来没说过 你的成绩要如何如何 我永远在做他的心理疏导师 我一直都在做他的心理疏导师 我有时候我说 有时候他不开心 我就说你看妈妈跟你说的话 是不是跟别的妈妈 给孩子说的话不一样 他说我在宿舍里 跟同学聊天的时候 我发现了 他说你好 关注的点跟他们不一样 所以 做你小孩应该还蛮幸福的 我觉得 但是我也为他 也制造过一些障碍 就是所以我说 做父母嘛 你要不断反思 不可能都做对的 我也曾经做过 做错过一件事 结果就给他带来 很大的一个伤害 就给他选错过一个学校 带来很多伤害 但是我就说 那还好 我反思的比较快 对 反思的比较快 及时的我就给他纠正了 后面他也努力的自我的拯救 然后这个问题 我们就克服了 但我觉得你看 家长能够有这个意识的话 上一代有这个意识 孩子就会很健康 就他的内心是很健康的 对 今天的家长可能遇到问题 更多的是指责小孩 但实际上更多的时候 错都是在大人 你倒是应该更多反思 对 至少给他一个 也给他一个反观 控制自己的能力 像我的小孩 他有的时候 他有说 我之前很郁闷 我很难过 但是我知道我为什么郁闷 我就很安慰了 这样呢 我就不担心他会出问题 也不会担心他情绪失控 因为每当他郁闷 或者说很压抑 很低落的时候 他都能够自己找到原因 所以他让 他就让子弹飞一会儿 让自己的情绪飞一会儿 但是呢 很快他就自己就收回来了 这个对年轻人是很重要的 是 非常重要 对 说到小孩 前段时间不是就 要鼓励生三胎 我好奇是这个像你的学生 因为现在他们可能 就00后吧 现在他们会对这些事情 会有反应吗 这一代人的看待婚恋 三胎什么的 他们的姿态是怎样的 我现在我的学生 主要是00后和95后为主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问题不是三胎的问题 而是要不要结婚的问题 我觉得要是时代发展到 他们的育龄的时候 能够社会的困难会更大 是吗 因为我觉得他们 这批孩子身上 我觉得他们的 就是我们刚才谈的 其实一个可喜的现象 这些孩子因为他的 都是少子女的家庭 顶多是兄弟姐妹有两个 或者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 他们那个坏处当然有 独生子女的坏处当然是有的 我自己也是一个孩子 我知道他们的弱点在哪 但是他的好处是什么 他们的自我的意识是很强的 所以他们对刚才我们讲的 模式化的抵抗 这种意识是非常的 比我们这几代人厉害多了 对 像我就说我在二三十岁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到什么年龄该结婚 什么年龄你就该生孩子 我从来没怀疑过 他们年纪这么小 他们才十八九岁 他们已经产生了深深的质疑 所以他们就像说的一句话 不婚不遇 保平安 他跟你聊天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可爱 这些孩子 十八九岁你们怎么这样想 为什么要结婚 结婚有什么意思 然后为什么要生孩子 他找不到做这个的意义 我们你作为 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的时候 会感到对他们这个状态 会很恐慌 这样的话那怎么办呢 对吧 对以后人口就成倒金字塔了 但是从个体发展上来说 我觉得这是个可喜的现象 它会变得更理性了 就是你休想用这个模式 去把它裹挟进来 对 因为婚姻本来就是一个 非常模板化的游戏 对对 他们现在的接纳度很高 比如说恋爱也是 像我们那一代 简直都不能想象 恋爱一定是跟异性恋爱 那他现在在年轻人当中 有异性恋也有同性恋 那他的接纳度是比较高的 那就是说他模板化被他粉碎掉了 然后还有一个像要不要结婚 人生的模式是不是就是结婚生子 是唯一的模式 这个产生的质疑度也很高 这些是什么概念 我们不是去评论他的好和坏 对社会的作用是怎样的 我们单纯从个体发展的角度说 这是个很好的现象 就是他的个人性的东西 会更加的旺盛 就他会更多的去问自己这件事情 我自己内在的那个 对需求怎样 驱动是什么 我的动力是什么 他不会盲目的去做 对因为好像 我觉得好像结婚这件事 其实总体来说 我觉得还是外屈力更强一些 社会舆论身边的人给你的这种压力 你到年纪了 你要结婚了 每一个催婚的家长 其实都是在参与到 就是婚姻这个制度的这种维系 跟这种延续当中 他都是在 他都是在 都是在 都是在做这么一个倡导员的角色 但其实我觉得应该 这一批孩子 他们未来的这种 他们对待婚恋的理解 会更健康吧 因为他们 像我们那一代 就是当你说 我必须结婚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是对 找一个什么人结婚 你的目的是 不是说我找一个什么人 而是要结婚 这种状态其实是很不健康的 就是婚姻质量是很低的 所以咱们社会当中怎么办呢 只好用很传统的道德 各种各样的责任的意识 各种各样的什么 把人捆绑在一起 那么用各种道德观念 你不爱了也要在一起 然后再利用家长的 对孩子的爱心 我为了虽然不相爱了 但是为了孩子 我们也要努力的生活在一起 其实这种婚姻 它的质量是很低的 作为个体的人来说 生活是很痛苦的 对 而且我想如果你作为这个游戏的参与者 包括如果你是 比如说既得利益者的话 那么你自己就越痛苦 你也就越需要施加更强大的外力 去逼迫别人来玩同样的游戏 所以你看这种家里面 这个可能有点过于武断的一个总结 但我真的觉得很多家里面 婚姻不幸福的父母 他们对小孩子催婚 会催得更加的用力 我不太理解这个 就真的是好像是说 你明明你自己都过得很不开心 对 按理说到了孩子要结婚的时候 你应该是 对吧 婚姻这事也没那么好 你自己看着办 对吧 按理说应该是这样 但是很多父母反而会是更强的 那种道德的捆绑 我觉得这个当中 还是会涉及到人的那种自我欺骗 就是他得合理化这件事 因为我这一辈子 我都这么痛苦了 我到今天我告诉你说 这事挺不好 那什么 那就意味着我这一生 其实是很蠢的 是很没意义的吗 就可能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所以才得用一个更强的一个 说辞来告诉你 你必须得结婚 这件事就没得伤了 你知道吗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也跟个体的生存能力有关系 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结婚 很多时候当我们的自我的生存能力的 自我评价比较低的时候 结婚的愿望会很强 为什么结婚会 其实结婚是个生存共同体 我找一个人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一定比一个人在一起 一个人生活要更安全 这种保障感似乎更强 这个是传统观念当中 为什么要让年轻人结婚 就是他结了婚似乎他就安全了 有人陪他 有人跟他共同奋斗 这是人们对生存能力 比较评价比较低的时候 结婚愿望就会很高 那你会看到 一个人如果他的生存能力越强 他的结婚的愿望反而更越理性 那么他这个时候什么呢 结婚不是对他的 生存能力的一个加法 他只是说 我遇到一个想结婚的人 我才会结婚 而不是为了说 我一个人生活在上海 我好害怕 我好孤独 好孤单 我赶紧找一个人吧 他就不会是这样的 对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其实婚姻 健康的婚姻 应该出于两点 就是第一个是 真的是爱的一个需求 我们就是因为太相爱了 我们要在一起 那这样结婚了 第二个是 我们是并没有生存能力方面的需求 就是这种情感的一个连接 然后我们想在一起 我们就结婚了 那我们在传统当中的 很多对婚姻的渴望 我觉得不是对婚姻的渴望 他只是对一个生存保障的渴望 其实是不健康的 而且同样的道理 其实说到生孩子 现在对于父母来说 为什么现在大家生育 愿望越来越低 因为生孩子的经济价值 其实是一直在降低的 现在生孩子没有那么值了 但是生孩子的教育投入 是一直越来越高的 这个我太有体会了 所以就是一个事 他的收益越来越低 他的投入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当然就没有人想生 所以对吧 一说三胎说什么 很多人就呵呵 笑而不语的那种 对对对 生孩子也是这样 同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里面也是有 有的时候生孩子 这个事很盲目的 就是也是一种模式的 一种逼迫 好像你到了一定年龄了 你没生的话 你就害怕别人质疑你 是不是没有生育能力 或者怎么样 就为了证明一下 你就生了 以前我们在加拿大的时候 那个就是真的就是加拿大政府 他就为了鼓励生育 就是直接发钱 一个孩子一个月就几百块钱加币 叫牛奶金 然后就是就真的是直接的物质补助 所以我当时我在那个社区的社区中心做工作 有很多那种就是相当于是非法移民 偷渡过去的家庭 他们就是生两三个孩子 每个月就拿几千块钱的那个政府的补贴的支票 然后都不用工作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 国家需要人口的这个发展 是很重要的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国策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 让有能力的人 我们要倡导有能力的人 还是尽量的去配合国家的需求 多生些孩子 家里也热闹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能力不够 我觉得还是要慎重 为什么 它会带来你的家庭的很多的问题 你的个体生活的很多的问题 这个也是不能够太盲目跟风的 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 当说到婚恋 结婚恋爱这些事情的时候 因为你也讲了现在年轻人 就是自我意识越来越强 越来越质疑这些事情的原因了 我不知道当你比如说在 跟他们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 是否会有一些 比如说有些著作的引用 就是有没有哪些作品 你认为是多少是有触及到这个问题的 就是婚恋这些事情的 对于它的意义 对于它的本质的这种讨论 有可以参考的作品吗 那就太多了 因为文学嘛 文学它最重要的就是讨论人生嘛 而爱情又是人生当中 婚恋是那么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就非常非常多 所以像刚才 我们刚才谈到那个长者们 长者悲剧啊 怎么样让我们的社会比较良性的循环 其实需要长者提高素质 而长者素质提高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点在什么 我个人认为 就是多多的阅读人文方面的经典作品 对这个 你上一代你不读这些人文经典作品 你就没办法提高自己的知识 那么这个人文经典的东西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说的 是历来的人类 能够有这个人文的这个 这个写作能力以来 人们记录下来的自己的经验教训 所以我们说人成长当中 刚才我们讲了第一个引导 就是长者的引导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引导 就是历史经验的引导 历史经验 我们人生当中的历史经验是什么呀 就是文学作品 哲学作品 这些东西啊 它对人生的分析 对人生的讲述 是对我们很好的一个引导 那这些东西你去读它 你才能够增加自己对人生的理解 那如果我们没有读 我们只是活了 但对活本身没有一个理性的认知 那我们将来怎么引导自己的孩子 但我们又把孩子给生了 还生了三胎 于是我们就很盲盲的把他们养大了 那你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传给他 那下一代很有可能 如果没有其他的长者引导他 他也不懂得这个中傲性 因为他又茫然的又长大了 然后他也生三胎 然后又是这样 那我们就出现了这个 我们说的未曾进化的一个家族的传递 你的知识没有进化 那这个就是恶性的悲剧就出现了 对 就好像是当说到结婚 说到生孩子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所考虑的不只是完成这样一个生育 或者结婚的动作 对你有培养的问题 你得考虑整个 就是真的是从进化 从家族 从代际进化的角度来考虑 对 你生的不是一个生命 而是一个他要度过漫长一生的一个人 他的一生有太多艰难了 我有的时候 哎呀我 我没事考试的时候 我就坐在那看到 我那些学生他们在哗哗血 哎呀我就在那想 哎呀这些孩子好可怜啊 为什么他们还有那么漫长的一生要过 他们还要遇到多少问题 还有多少坎 还有多少坑 都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但是他们如果没有帮助 没有引导 就那样赤手空拳 就走上这条经济之路 有的时候你觉得 哎呀真的是 哎呀 是很不忍心的 很不忍心的 对 就有的时候就看到孩子们 就觉得哎呀 他们成长好艰难 是 所以我觉得 作为已经走过一遍的人 还是要尽量的能够给他帮助 那这种帮助我们说 有人已经做了 我觉得文学家 哲学家 这些人文经典 他都是在做这些事 要把这些东西 就是像留言一样 我留言留给你了 但是你得去读啊 你得懂 你把它读了 你懂了 你才能增加你的这个 对人生的理性认知能力 所以我们才说 活着是很容易的 但是能够很清醒的 有反思能力 思考能力和理性能力的活着 它就很难 非常难 那我们要具备这一点的话 你还是要多多的去读这些作品 虽然像爱情多盲目 但是我说你经常读读那个小说 看看小说来讲那些爱情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模式 各种各样的问题 爱情的很多问题你都懂了 你能谈几个男朋友 你谈过几个男朋友 也谈过几个女朋友 但是你读了一百本小说 你就见过一百种爱情模式 你在处理你那点爱情问题的时候 你就容易多了 就成了老司机了 对对对 你就知道 其实这是个什么问题 大约就能有一个理性的思考 这非常棒 我觉得对 今天我觉得对我很大的一个启示 我觉得还是说 这种长者悲剧的问题 就是好像 我就确实以前没有太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你想想看上一代人的 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算是一个社会责任感的问题 但就是说 就是长辈的这一代人 其实是在某种意义上 我觉得是有社会责任感 去更多的去指导跟分享 就是跟下一代人 跟后人去讲 去分享他们的这种人生经验的 但是 或许也是因为上一代人 和这一代人之间的生活的环境 我不知道吧 就业的环境也许差异的太大 所以可能上一代人会觉得 好像自己过时了 觉得自己好像那些经验不够适用了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工作的经验 处事的经验也许不适用 但是从灵魂的生长的角度来说 我记得有很多东西还是同等重要的 但是就很遗憾的是这种知识的传承 这种生活阅历跟经验跟教训的传承 这个部分 好像真的还不是特别多的样子 这个需要自我修养 是 而且现在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对于这种 对于老师 对于上一辈人的这种 我觉得还是有很接受的 像有一些这种年轻的 或者年纪大一点的学者 出来讲很多东西 像这个罗翔 对吧 向彪这样的老师 就是当他们开始讲这东西 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听的 甚至你会看到很多年轻人是非常渴望 包括需求 包括听杜老师的课 对吧 包括我们的播客也是 就是大家其实会很想要去听 就这个需求是很存在的 但就是 哎 不知道吧 也许如果有 我们听众当中有个年纪大一点的长辈们 对吧 叔叔阿姨们 我觉得也也试着多像 不管是自己的孩子也好 还是身边的年轻人也好 我觉得还是多尽量给他们提供一些指导 提供一些支持 就这个 从长远来说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 其实我觉得我们社会当中 缺少一个父母教育 我们一谈教育 就是教育子卑 我觉得父母都需要教育 没错 并不是一个人 他到了婚龄 到了育龄 他就具备做父母的资格 如果他自己的知识 没有达到一定水平 他就做父母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这个占了我们人口的大多数 我觉得 很多父母 因为我们会盲目的 以前鲁迅先生就写过一篇文章 我们怎么做父亲 我们只是照着父亲的样子做父亲 你这个家族怎么进化的 所以像我也犯这种错误 所以我还写了一篇小文章 我就说反思我自己 那比如说我看到我的女儿 她自己做出一个什么选择的时候 我会很担心 我就禁止她去做这件事 然后我就觉得 我这是对你好 哎呀 但是当我做了这件事以后 我就回想到我年轻的时候 当我做出一个选择 我的母亲也是这样来反对我的 当她这样反对我的时候 我就记忆游行 我很痛苦 我当时流了很多眼泪 非常压抑 非常痛苦 痛苦的都要爆炸了 但是我这样的时候 我在看 我想哎呀 我在做和我母亲一样的事 所以长辈教育 它是需要有两种教育的 第一个是 一个是你要有一个反思教育 反思能力的教育 反思能力 这个就需要我们长辈们 其实要不断的寻求进步 你要多读书 你不能光在那打麻将 你要增长自己的 这个理性思考能力 你才能反思自己的人生 第二 你要有共情能力 共情能力是什么呀 我成长的年代 和他们成长的年代 是不一样的 你说这个 我想想很多长辈 现在不是说 我们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 那不对 那不对 最常见的一个敷衍你的话 你像很多长辈说 我们80年代 怎么怎么要进去 怎么怎么有理想主义 就这样说 我们以前怎么 你看你们现在还怎么怎么样 这是非常荒废的一个说法 你的环境跟他能比吗 他是处在怎样一个高竞争的一个时代 高物价的一个时代 你是在一个什么时代 你能谈理想 他能谈理想吗 他下顿饭在哪都还不知道 你跟他谈理想 他怎么谈 你要有这种共情能力 从他的角度 然后你才能够给他提出 他能够接受的建议 所以我觉得这种反思能力 和共情能力 是长辈教育非常重要的两点 但是我们在这是空谈 因为我们社会没有长辈教育 我觉得是应该有这种长辈教育 我之前就是 我身边的一个 一个一个年 一个年轻孩子 就是可能二十出头 然后他有一回就 有一回就来找我借钱 然后他就说 他因为网贷 贷了之后现在就欠 然后就怕这个 影响他的 就上征性啊 这些什么的 然后 如果是我 如果是我爸遇到这样的状况 我对他的了解就是 骂一顿 然后帮他把钱还了 但是当时我就选择一个 我也不确定这项做 是否是最好 但是我当时就 我就跟他聊了一聊 我就说你 你对你的财务有规划吗 你平时的 你会记账吗 然后 然后我就说 我最后给他 给他的一个方案 就是说 因为他现在换了新工作 然后我们就大概算了一下 他的每个月的盈余什么的 算下来之后发现 他其实可能就是半年不到 就能把这钱还清 然后就其实是 他是有这个能力 但是因为他没有这种规划 他也没有这种意识 所以我就说 我最后讲 我说我可以帮你 但是我帮你的前提是 第一你这个月开始记账 第二就是 你要每个月还多少钱 存多少钱 你做一个规划 当你下个月还钱的时候 你能攒下多少钱来 我就借同样数额的钱给你 也就相对就是 我帮他提 加快一点还钱的速度 但实际上还是他自己还 只是我增加速度而已 然后我就说 我这样做 其实不是要故意刁难你 而是说 第一你确实还是需要 建立起理财的意识 第二就是 我还是想让你看到 这件事是你自己去做的 不是靠别人的 因为我担心 如果我替你还这钱 最后钱是还的 但你对自己会没有尊重 这个就是引导 对 我就觉得 但是这个完全是我自己 创造出来的一个方式 因为也没有人教过我 但我只是我只是尽可能去用那种 就是你说那种共情的能力 我去理解 如果我是他 对 他来找我之前 他肯定心里面已经很 就是可能是很愧疚 很不好意思的 这个时候我骂一顿 像我爸 你肯定会更痛苦 对吧 所以最终我与其是 替他解决这个问题 我不如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用自己的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完了之后 问题也解决 但他对他自己也建立起自信 建立起自尊了 所以就还是前面我说的 你看这样的方式 如果我自己的成长过程中 有人这样子对我的话 就会很不一样 所以说很多年轻人的问题 都是长辈的问题 没错 因为他就真的 他就没有人教过他这些问题 没有人这样教他 对 而且有的时候 我自己也经常反思自己 我觉得就是我们说的反思共情 还有一个信任 对年轻人有更多的信任 像我自己 我先不说我的学生 我说我的孩子 他最早的时候 你看我也是跟普通父母一样 但我总结以后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当时的时候 他说 我说你做出一个规划 你将来要做哪个 学什么专业 他说我要学文学 我也觉得五雷轰定 因为大家都知道 学文学的人 很多都不愿意 自己的子女再学这个 因为其实挺苦的 我当时我就很 就各种的威胁 什么的 我就家长权威的 本能的东西就出来 你不许 你不能什么 但是后来我想不对 那当时我不也是 自己改专业学文学吗 我当时为了改专业 我也很痛苦 也反抗 我想我怎么也这样的 所以我说那算了 我在这个反思之下 我说那你要愿意选 你就选吧 我说你是真喜欢吗 我说你要是觉得真喜欢 你就选他 没有关系 他说行啊 那我就选了 我就将来学 他正好要申请大学 然后要申请专业 他就往那个文学方向靠 然后我说可以 没问题 他说我学文学 他第一个 他是比较喜欢 第二个 他说我想当高校的老师 因为我看你这个生活状态 我很羡慕 他说一天到晚在家里 他说我觉得你这个状态 他很羡慕 绝对不如上班 我说行 你就放手 虽然我心里很不满意 但我放手让他去选了 他就抱着这个愿望 他就去读了 那么他到现在他上了 大一上完了 他虽然上的是网课 那他上完了以后 他改变 他自己改变了 他学了 不想学了 他觉得跟他自己的兴趣并不一样 就是他其实他的性格跟我不一样 他就他更喜欢跟人打交道 他更喜欢就是做很忙碌 然后很具体的那些工作 然后他在学文学的过程 他虽然学得很轻松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他发现他并不是特别喜欢 就是他觉得 我应该做更加事物性的一些工作 所以他自己提出来说 我觉得我还是学法学吧 我说以前我让你学 你不学 他自己摸索出来的 他现在开始自己积极的准备 他就很选课的时候 很有意识的往这方面靠 你看 你顺着他走 其实他能走得更好 他自己会按自己的方式去找到 他会不断的调整 因为年轻人成长的过程当中 就是我们说的 他没有办法确定 哪些是适合我的 哪些是我喜欢的 他也是在探索和摸索当中 慢慢确定的 给他这个过程 这种就是你说的信任 就是这种信任就有点像是 其实我这种信任 很容易理解 就好像是当你种一棵树的时候 你是信任 只要我一直浇水 它就是会长大的 你不会怀疑说 我浇了水 但也有可能它长不大 也有可能会长歪 你从来不会这么怀疑 但其实对于人的发展 也是一样的 你给它是一个条件 跟支持跟滋养 它就是会生长 它自己就会想要尝试着 活出最好的版本的自己 但是可能现在许多家长就觉得 我得每一分每一秒 每一步都要给你把握了 这样你才不会走偏 它其实很多时候它起了反作用 你比如说我现在 我假设当初的时候 我很强硬 我是个强硬的父母的话 不可以 你必须给我学 我给你规定的学科 比如说法学 你必须学法学 你不可以学我的那个文学 他被迫接受了 你看他现在他自己选的 和当初我被迫给他定的 他学的时候态度能一样 没错 对他就不一样 这我很想联想到一个事 就是比如说有些人 他的这个就可能有腰上有伤害 或者腰不好 久坐了之后就会疼 这个时候就会带一个束腰 去把它束缚起来 但你带束腰带久了 其实更加不好 因为你这一块的肌肉 得不到训练 你就更依赖这个束腰 去支撑你的身体 当有这样的话 你的腰的问题会更严重 所以你需要做的 应该是去锻炼这块的肌肉 让它更有力 这样的话 就不需要任何外界的支撑 然后你能支撑你自己 然后我就当父母过度干涉 其实就是做了 那个束腰的那个作用 看上去你解了一时的这个忧 但实际上长远来说 其实是起反作用的 对父母的 像我们刚才谈到这个父母教育 我觉得其中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就前段时间 就是写给我女儿的一个忏悔书里面 我就谈 对我就谈这个问题 我就说 其实我们父母应该 做父母的人应该有一个自觉 一个什么自觉 我们为什么管控孩子的人生 这份苦心是可以理解的 前提是什么呢 前提就是因为我们害怕孩子失败 害怕他选错 害怕他走弯路 所以呢 我认为我比你更有经验 更成熟 所以我替你都选好 但是这个是错的 第一个错就错在 其实你保证不了他后面的弯路 你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 这样说没有弯路 没有错选这样的人生 从来都没存在过 所以你这样做 其实是把这个问题更加剧了 对 那么你为了保障他 你必须对他进行约束 进行控制 进行各种压制 很多时候连亲情都丧失了 是 而且你想要避免他走弯路 实际上你就成了他的弯路 你就成了他的弯路 其实你就成了弱化他的那股力量 没错 你就放手 如果在人活在世上 所有的人生都一定是要栽根头的 都是一定是坑坑洼洼的 你就放手让他去坑坑洼洼 所以就说我后来我想 哎呀这个我做对了 我就放手让你去学文学 对 你要真愿意学 我就支持你一直学到底 学文学到底 那你愿意自己选 他选的方向 他一定会学得很积极 你怕什么呢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家长 就是我就说因爱之名 我们自己蒙蔽了自己的双眼 而且我不敢 我不敢放手 你不敢放手 只能让孩子变得更弱 所以之前我翻那个 人生十二法则里面 有一句话特别喜欢 他就说 他就是问 对所有家长灵魂拷问 你是希望你的孩子安全 还是希望他勇敢 对 对 所以这一段欢迎大家 转发给自己的爸妈们听 你是希望孩子安全 还是希望他能够强大 能够对 没错 真让自己强大起来 是 我们今天两个半小时了都快 聊得非常开心 今天其实也是我 今天刚好是我生日 我觉得今天跟杜老师聊了之后 生日快乐 这一段对话 就是也对我带来很多的鼓励跟歧视 所以真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太棒的一个礼物 真的会 一如既往的跟你聊得很深入 也很开心 也得到很多的启发 包括从文学的角度 我觉得听到了很多很有趣的故事 然后今天你提到的书的书单 我也会之后列在这个节目的说明当中 也鼓励大家更多去阅读 这样的一些好的作品 然后我们最后还是杜老师的公众号 是玉博素颜 这几个字怎么写 我回头也会写在这个节目的简介里面 上次有很多新朋友 上次有很多新朋友 对 然后因为杜老师平时也是偶尔会写一些文章 分享一些你的一些感想 我也有看你写的文章 就都还蛮不错的 所以就再次感谢杜老师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也感谢秀雄老师 好的好的 好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再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